晚上女人刚刚回到房间 便被一只大手拖了进去 当扶子想要行不轨之时 感受到男人的气息贴近 仔细一看 竟是平日里高冷静欲的掌门大地水 女人使出浑身的力气 也没能将男人推开 原来女人是个筋脉进断的小废物 只能任由男人霸道地压上他 女人气喘吁吁 但是依然感受到 男人此刻气息明显不对劲 女人让男人先冷静一点 先看清楚我是谁 身后的男人眼神恍惚 满脸春色 缓了好一会 才看清眼前的女人 师 师叔 怎么是你 然而即使男人看清眼前的女人 是自己的师叔 他依旧没有放手地打算 师叔 对不起 我好像是被人暗算 师叔 可有破解之法 男人控制不住地 想要靠近女人 看着桌子上的水 女人惊呼一声等等 开始努力师法将水移动 只听哗啦一声 冷水全部浇在了男人的头上 你现在清醒了吗 只见男人脸上依旧涂红 眼角星红未退 眼神闪躲说道 师叔 我好像还是 还不等男人说完 女人眼疾手快地按住男人 就往碗里扎 这下彻底清醒了吧 男人大口大口地处着出气 多谢师叔 这回确实清醒 画面一转 男人已经跪在外面 回想到刚才的情况 女人见男人已经清醒 直接下了逐客令 师叔一直没有说话 看来是真的动怒了 男子恢复清醒 意识到自己做的错事 扑通一声 双膝跪地 只要能让师叔消气 即便是自罚 跪倒天亮又如何 一个时辰后 师叔软离开房门 才看见百里延起 已经跪在门前 你怎还在这儿 百里延起功敬行礼 我身为云仙宗大弟子 却惊扰师叔犯下大错 还望师叔责罚 出乎意料之外 阮妮说道 我并没有生气 更无意责罚于你 只是不习惯洗心于色 你既是被人献死 便是无心治过 一个时辰的自罚 已经足够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百里延起听到师叔 就这么轻易地原谅自己 内心十分震惊 他带着父姐默默离开 回想到之前种种 从小掌门师父便告诉他 你和其他弟子不同 你天赋异禀是宗门的希望 但是同样身为天之骄子 是不允许犯错的 百里延起从小便牢记这一年 在成长的这些年 更是一众弟子的一样 是宗门的表率 百里延起也时常告诫自己 切不可交葬犯错 而现在他却听见师叔 对他说是无心之谷 更是无意责罚自己 自以为平静多年的心 却生起难以言说的感觉 基于大弟子 平日里高冷自律 没想到在小师叔面前 却总是心跳加速 自己被师妹暗算下药 阴差阳错地 躲进了小师叔的房间内 差点把手无负机之力的小师叔捕办 可是百里延起不知道 小师叔其实是整个世界的大反弹 软离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 就是残害宗门弟子 杀死掌门 最后死在百里延起 这个男主的手里 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 才能成功地退出世纪 却不曾想 在软离刚刚手刃起的宗门扎扎时 就被神志不清的男主缠上 可是却不是想嘎了他 而是想睡了他 百里延起在被小师叔软离赶出来之后 远远就听见 给他下药的小师妹的声音 嘴里甜甜地叫着师兄 装作义无所知的样子 不断贴近百里延起 百里延起瞬间黑脸 一把扯开这个赖在自己身边的绿城 戏眼完了吗 赵师妹不愧是白龙花中的嗓等绿城 瞬间就眼泪汪汪地看到百里延起 师兄 你在说什么 你可是生气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对那杯茶过敏 百里延起明显低估了小师妹的无奇 居然把明目张胆地下药 说成过敏 再也控制不住的百里延起 恶狠狠地说道 赵师妹 你可真有本事 能让我心生厌恶的人 你还是头一个 看在掌门师傅的面子上 我对此事既往不救 但是你若再敢来纠缠我 那我也不会对你再如此客气 赵师妹看着走远的百里延起 脸上柔弱的神情不在 没想到天衣无缝的计划还是失算 可是为什么师兄明明中了药 此刻还会如此清晰 软离看着自己手中的名单 被标记上的 都是已经被自己亲手解决的宗门弟子 但是这些以死之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反而是一些道貌岸然做尽坏事的恶人 这么看来 软离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人设 有所改观 反派也不一定就是纯恶之人 百里延起身为世界的男主 却在梦里与小师叔酱酱酱酱 把小师叔压在身下 让自己随心所欲 以至于在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小老弟还生机盎然 小师叔软离的房门被敲响 百里延起特来告知小师叔宗门急诏 请小师叔前往大殿商议钥匙 软离起身出门 察觉出身边的百里延起有些心不在焉 身为小师叔 应该表示关心 于是淡淡地询问 是否昨晚没有睡好 是做噩梦了吗 梦到什么了 软离不问还好 这一问 反而让百里延起更加慌了心神 百里延起想到 昨晚竟然梦到自己与小师叔深入交流 今早起床 还遗失了数千万的子孙后代 心里越想越觉得羞耻 于是眼神闪走 不敢再看小师叔一 只说了一句没什么 便快步地朝前走去 留下一脸懵批的小师叔 宗门大殿会议开始 掌门今日照众人前来 是为三个月后的先门打 然而在如此紧要关头 宗门内却多次发生命案 凶手完全不本地放在眼里 此事若是不查清楚 在日后定会被别的宗门取笑 百里延起作为宗门大弟子 追查的事情自然掠在他的身上 在掌门还在讨论 该如何调查案件的时候 百里延起这个主要负责人 却罕见地走了神 竟然是在想昨晚做了荒唐梦 这是一个茶杯 递到百里延起的面前 软离的声音缓缓响起 这杯茶太苦 却给我换一杯 不想此举 却遭到众人的不满 居然敢使唤掌门大弟子 然而百里延起 只是恭敬地接过茶杯 其余弟子忍不住议论纷纷 这位软离师叔 是掌门的师妹 听说资质上家 却急于求从 结果在一次练功的时候 走火入魔 导致经脉受损 成了一个废人 不过掌门却对这个师妹不错 还让一个废人参加大殿议事 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居然还敢喜欢掌门的大弟子 百里延起听到其余弟子 竟然敢忘义师叔 连忙喝止 百里延起心里明白 师叔刚刚应该是看出自己在走神 故意提醒自己 看着不被各种议论声音所动的师叔 难道一直以来 师叔都被他人如此轻视吗 软离作为世界的大反派 为了推动剧情的快速发展 主动提供宗文命案事件的线索 宗人却不知真正的凶手 就是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师叔 软离作为世界的大反派 为了推动剧情发展 主动向男主百里延起透露线索 明明自己就是宗文竖起命案的罪魁祸首 软离却告诉男主 今早去查看了现场 尸体被四线勒得很紧 是由上而下 可以证明 凶手比这些弟子都弯 这样就可以缩小查看的范围 掌门觉得颇有道理 百里延起对着软离恭敬行礼 师叔 这时又帮了自己一次 软离慢慢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主动帮助百里延起不为别的 就是单纯看不惯整个宗文的担子 都放在他的身上而已 再说还能推动剧情快点发展 自己早点完成任务 过了几日 百里延起追查案件 直至软离所在的后山 宗文内所有身材安想的人都查过了 就剩后山这里 百里延起看着后山若有所思 刚想继续前进 就被一声甜蜜蜜的师兄给叫住 看着朝自己开心走来的赵师妹 还递上自己做的糕点 没有一丝一样的神情 仿佛给自己下药的 不是眼前这个可爱单纯的人 百里延起看着这个表里不一的师妹 越看越厌恶 上次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不必再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小师妹顿时一脸委屈 我真的不知道 那杯茶会让师兄过敏 而且我也是真心向师兄道歉 师兄就不能原谅我 柔弱白莲花 一顿茶里茶气的话 让同行的弟子都觉得 百里延起不尽人情 赵师妹更是趁机强行 百里延起的手里 只要你收下我就走 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强加于人的善欲 又和恶意有什么区别 只见软离拿着本书词 不急不缓从后山走了 百里延起一看是小师叔 却立刻笑竹颜开迎了上去 这一幕让赵师妹醉意翻涌 鸟牙切齿说了一句 不打扰师兄办案 便转身离开 果然师兄和师叔的关系不一般 软离知道百里延起 是来此处追查案件线索的 让他们随便看 随便问 百里延起恭恭敬敬地回答 弟子不敢 既然不盘查 软离正好要下山一趟 让百里延起和一众弟子 也尽快离开 怎料百里延起听到小师叔要下山 一本正经开口 最近山下不太平 凶手可能会再次作案 不如就由我护送小师叔下山 软离听言一愣 心想自己就是那个凶手了 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女友拒绝 只能同意百里延起跟着自己 这一路下来 让百里延起是风意外 宗文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闭鼓 然而这位看似清冷的师叔 血与普通的姑娘 没有什么区别 软离察觉到百里延起 偷偷看了自己很久 还以为他也想吃 自己手中的糖炒栗子 你要来一个尝尝吗 百里延起眼神一顿 将头转了回来 师叔 你吃就好 我身为大弟子 就要有大弟子的样子 怎料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颗香甜的栗子 捕住了 想吃的话为何不说 不至于偷偷看了我一路 高冷静欲大弟子 盯着小师叔看了一路 小师叔以为 他是想吃自己手里的栗子 二话不说就喂了一颗 还询问味道怎么样 盛甜 炒得火候非常好 这时候的百里延起 还没意识到 自己一直偷看小师叔 是因为缠小师叔的身子 软离回到房间后 察觉到了意义 自己在书中放的头发不见了 所以这是百里延起的 调毁离山 趁自己不再 再让弟子搜查房间 男主果然不好对付 照这样下去 后面的剧情 应该很快就会走完吧 此时的系统 却恶趣味地发现 百里延起明显是 顾忌软离的心情 所以应该是 对软离这个妇害 产生了好感 而软离明显是个感情木头 只想着完成任务 要是软离也对 百里延起重心 但是结局却必须 死在心爱之人的手下 应该会非常有趣吧 新案连续调查了几日 却一点凶手的线索也没有 但是却发现 被杀害的弟子 都不是什么好人 最近被杀害的两名弟子 半年前在山下 玷污了一名良家姑娘 甚至逼死了那个姑娘 之前被杀害的弟子 都是做尽了伤天害的恶事 实在是死有余辜 掌门听到这些怒不可恶 这等混账 简直就是在给中门抹黑 如此看来 这个凶手倒更像是在提天行道 但是凶手却没有 将这些恶人的行径 直接上报中门 选择在私下将人虐杀 应该是不相信 我们云仙宗的公正 才会亲自动手 掌门听到这儿 不禁一愣 告知百里延起 务必要将凶案彻查到底 不曾想百里延起跪下 说还有一事 原来是即将入冬 但是在查看小师叔的房间 时发现 小师叔房间设备简陋 也缺少过多的物资 能否请掌门 为小师叔置办一些 掌门听到这里无奈叹息 软离就是这么个性子 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这样下去迟早会憋出病了 不如下个月 就让软离和小辈们 一同去往仙门山 让他散散心也好 出发当日 所有出行弟子都已到期 只有软离姗姗未导 惹得一众弟子不满 小师叔就是个废物 还这么大的面子 很少露面的小师叔 竟然要参加先门大会 小师叔的出现 让众多弟子 接受了一万点的美貌暴击 没有一个男弟子 扛得住如此惊艳的美色 就连大师兄白李延祺也看出神 还好被师弟及时捕断 从不出错的首席大弟子 居然在小师叔面前 再一次脸红心跳 赶紧收回思绪 吩咐所有弟子遇见出发 却发现小师叔没有带仙剑 延祺 我无法遇见飞行 仅仅一句话 就让百里延祺心回白肿 作为修仙者 居然无法遇见 小师叔心里得多难受 自己真是该死 然而百里延祺却不知道 阮李心里想的是 遇见有什么好的 晃来晃去的 还没有起码好呢 可以欣赏年路的风景 耳边轻轻想起 师叔冒犯 阮李就被一只大手搂住 与百里延祺共寓一把剑飞行 百里延祺神色温柔地看向阮李 阮李也同样回望 心里疑惑 百里延祺作为世界的主 对反派原来就如此的心情 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有老延祺 百里延祺 受到小师叔紧抓自己胸前的一惊 心冷静欲的脸上 忍不住发热泛红 心源一马地想到 小师叔的腰好气好软 好像一用力就能够将其折断 如此近距离地贴近小师叔 终身也被小师叔的气息所包围 百里延祺控制不住地 看向身侧的小师叔 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 居然赶在心里对小师叔不敬 赶了一天的路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由于小师叔的身子弱 让小师叔在原地休息 其余的弟子负责 练剪柴火 软离看着心颁部的任务 居然是在这一路上 残害同行的弟子 瞬间把查案的范围 全数万弟子缩小到十几个人 这样一来 软离被揪出来的概率也大大提高 算了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打猎的弟子不负重望地 带回来了小鹿和兔子 然而有那女弟子却惊恐到 小兔兔那么可爱 你们怎么可以吃兔兔 百里掩起看到这一幕 想到小师叔也会不忍心吃小兔子 于是特意询问软离 想要吃露身上的哪一个部位 软离不愧是反绿茶的点饭 大手一挥 我喜欢吃兔子 百里掩起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小师叔还真是与众不同 小师叔柔弱的外表下 却拥有着一个 能一下嘎巴众多弟子的灵魂 和一张能吃掉两只兔兔的胃 百里掩起负责给小师叔烤兔肉 转过头看向软离 只见软离盯着烤兔双眼放惊光 原来清冷的小师叔 除了表面淡漠 居然也会有这样可爱的一面 师叔慢点师 你要是喜欢 这一路 我都可以给你烤兔子吃 看着软离吃得如此开心 百里掩起也莫名跟着开心起来 软离没想到 正直的大弟子这么有眼力见 果然男主就是男主 这样的小辈太招人稀罕了 另一边 赵师妹看着如此和谐的两个人 极度的内心发狂 软离这个废物 修为废了 难道双手也废了吗 众人吃饱喝足最低休息 所有人都是几个人相互挨着 只有软离孤零零的是自己一个人 巡逻至此的百里掩起 看着睡颜如此温柔的软离 嘴角不自觉地上当 原来小师叔休息的时候 身上的冷漠和锋芒 也会消失不及 越看越像普通的朋友 小师叔现在应该年过百岁 但是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 仿佛是才唧唧的小姑娘 软离的斗篷 慢慢从肩上滑落 百里掩起看着这一幕犹豫上前 还是忍不住靠近软离 将斗篷双手捧起 小心翼翼地往师叔的肩上推去 怎料下一刻睡梦中的软离 静倒了下来 百里掩起看着自己怀中的师叔 有些不知所措 看向还在熟睡的小师叔 精致的容颜近在眼前 百里掩起鬼使神拆地伸出手靠近 却在紧急时刻停住了双手 十分懊恼自己 怎么可以如此冒犯师叔 百里掩起抓住 不断靠近自己的小师叔 刚想心愿一马 结果有10趁夜偷袭 全体弟子听令 猎阵对抗 众弟子与妖灵艰难缠斗之时 被视为废物的小师叔 却不方不忙地出现在后方 提醒大家小心点 这气味有毒 稳住阵心 不要怕 这个妖灵是植物系精怪 只要用火树集中攻击 最薄弱的地方即可 还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 百里掩起一声令想听师叔的 果然在火系反术攻击之后 前来拖袭的妖灵 毫无反抗的能力 弟子们欣喜不已 没想到他们真的能这么快杀掉一只妖 这还是第一次杀妖 好开心 小师叔的地位瞬间上升 看着大家从心里愿意接纳小师叔 百里掩起的心里 也感到十分开心 经过几日赶入 一行人来到客栈 软离在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 本想自掏腰包 为弟子付客栈的费用 却被自以为风流倜傥的男弟子阻止 让师叔为我们付钱多不好意思 一众男弟子围住小师叔 是啊是啊 怎么能让师叔您过费呢 风流男弟子 想要在软离面前好好表现一把 这点钱就由我代劳吧 百里掩起面色不悦的一把 按住递过来的钱袋 快速地把自己的钱袋扔向掌柜 用我的结账 说完便神色不悦地拉走软离小师叔 回到自己的房间 百里掩起一边泡澡一边想 自己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看到小师叔被大家接纳 还有一点烦躁 再听到师弟讨论 小师叔好可爱 以后也不知道 会和什么样的道理在一起时 百里掩起却越来越烦闷 突然传来门嘎吱一声 百里掩起快速穿上衣服 飞开房门 一道黑影夫妇掠过 刚想继续追上 却看到被打开的房门中 一名弟子被残忍而杀害 看着作案的手法 居然和竖起案件一样 百里掩起心里一惊 看来凶手是跟着一起下山了 捡起地上遗留的作案工具 还残留着新鲜的血液 凶手是用这根银线将人勒死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凶手的手上 并会留下勒痕或者是血痕 百里掩起立刻通知 将所有人召集起 对每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 软梨和其他弟子一同感 百里掩起能否发现 眼前的软梨就是真正的凶手 小师叔是隐藏在 众多弟子中的杀人凶手 刚在客栈中 解决一个同门的喳喳弟子后 所有同行弟子 就被百里掩起紧急召集 因为百里掩起 飞侧凶手刚刚行凶 手上必定会留下作案的痕迹 百里掩起对所有弟子的手心 进行逐一排查 其中一名女弟子 肉眼可见的紧张 紧握的双手不敢打开 百里掩起不动声色看了一眼 让女弟子打开手心 以为会看到预料中的痕迹 然而女弟子的手心 却空空如影 随着最后一位弟子检查完毕 却没发现 有任何人存在异常 弟子们不经议论起来 难道凶手并不是中文内部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赵师妹突然出声 师兄等等 女弟子中还有一人没有检查 而没有被检查的人 正是显示书软梨 赵师妹的话 让众多弟子看向软梨 尴尬地替软梨辩解 赵师妹不要开玩笑 大家都知道 软梨师叔没有武功 怎么可能是凶手 赵师妹存心检查 既然师叔双手轻 为什么不敢打开 让大家看看 软梨神色淡漠 淡然地举起双手 将手心朝上 示意百里掩起检查 然而手心白嫩无任何痕迹 软梨反问赵师妹 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赵师妹虽然很失望 但还是假模假样地向小师叔道歉 众人纷纷议论 看来凶手不在我们之中 百里掩起缓慢地开口 即便如此 也不能掉以轻心 从今以后 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 尽量三五个人行动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检查时紧张的女弟子 偷偷摸摸地往回走 却发现百里掩起正等 在自己的房间门口 百里掩起淡淡拍口 是你做的吧 心思单纯弱小的小师妹 却日日夜夜承受着师兄的折磨 只因为小师妹在打扫时 不小心用失了藏经格的书卷 本以为师兄替自己担着过错 是在帮 没想到师兄却是另有图谋 表面上师兄是正派弟子 实际上却畜生不如 当百里掩起在房门前 质问肃婷的时候 肃婷就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 师兄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 别隐瞒了 你身上的味道 和命案现场的味道 在检查手心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百里掩起一把 抓住肃婷的手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现在迷香云干还在你的袖中 百里掩起一个反手 迷药的瓷瓶 啪哒一声掉落在地 肃婷看着瓷瓶无力辫子 在百里掩起的追问下 肃婷再也控制不住 隐藏已久的情绪 她就是个畜生 死有余辜 本以为曲婷是在帮自己 隐瞒打失书卷的事情 没想到却利用此事 不断胁迫自己 多次对自己图谋不果 而曲婷利用同样的方法 派了多名女弟子 本以为除了中门曲婷 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这一路上的折磨 却变得加厉 肃婷最不愿回忆的遭遇 却被自己亲口说出 早已泪流满面的肃婷痛哭道 这次实在忍受不了 才决定痛下杀手 既然是已至此 师兄 我愿意认罪 百里掩起看着 承受了诸多痛苦的师妹 声音淡漠地说道 我何时说过 你就是凶手了 肃婷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却没想到事情还有反转 百里掩起冷静地分析 虽然是你迷晕的取生 但是真正的凶手却不是你 以我对你的了解 在杀人之后 你不可能如此冷静 而且我看到这凶手 和你完全不同 百里掩起反问苏婷 是有谁帮了你吗 苏婷也想不明白 凶手究竟会是谁 另一边回到房间的卵梨 正在认真地清洗双手 谁会想到 卵梨居然会提前使用 面脂遮盖勒痕 而此时被洗去面脂的双手 有着明显的痕迹 小师妹因为一次失误 成为了师兄的禁乱 可是师兄不把小师妹当人看 再也忍不下去的小师妹 决定了结这个渣男 面对着躺在地上的渣男 小师妹瑟瑟发 即便心中对这个师兄充满恨意 也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 撑的一声 离手掉落在地 小师妹痛恨自己的懦弱无能 眼面痛哭道 不行我真的做不到 就在这时哒哒的脚步声传来 小师妹惊慌地抬起头 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 小师妹赶紧逃离现场 当阮梨来到曲生的房间时 发现曲生早已被人迷倒躺在了地府 看来不仅只有阮梨 想要了这个渣男的命 阮梨回到房间不久 房门被咚咚咚地敲响 阮梨恭敬地向师叔行人 师叔 你真的不打算和其他的女弟子做伴吗 现在命案发生 而军手还未查出 弟子担心师叔一个人会遇到危险 软离看着四处打到房间的百里阮梨 不爱 我自己比较习惯独来独往 和女弟子们住在一起 反而会让大家都不舒服 百里阮梨嘴上说着 看师叔比较喜欢肤色的衣服 改日再点凝天这些别的款式 心里则想着 自己看到的凶手背影 竟然和师叔的身形十分相似 在审问肃婷的时候 肃婷也肯定回答 虽然没看到凶手的真面目 但是听脚步声可以断定 凶手一定是女人 而在案发时 所有的女弟子都是结伴在一起 只有师叔是自己一个人 没有人可以证明师叔不在场 看着笑意盈盈的师叔 百里阮起不愿意对师叔产生怀疑 面色为难地说道 师叔 我能再看一下您的掌心吗 软离看着百里阮起 还没有想出 应该如何掩饰自己掌心的伤痕 就在这时 天空自拉一声巨响 房间内的蜡烛也应声而灭 百里阮起坚定地看着软离 只要再验证一次就好 我绝不相信师叔会是凶手 轰隆轰隆地雷声响彻房间 软离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再也坚持不住的软离 一下扑进了百里阮起的怀里 百里阮起一瞬间的失神 师叔 你这是怎么了 而软离此时 因为打雷 已经怕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紧紧地搂住百里阮起的腰 试图寻找足够的安全感 百里阮起看着缩在自己怀里的师叔 不舍得推开 却也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抗拒不了自己的内心 双手缓缓轻抚上了师叔的后背 本是清冷孤傲的小师叔 此时却扑进了男主大弟子的怀里 不要怕 我在这里没事了 软离眼泪连连 没有了往日的孤傲 窗外语稀嘻沥沥地下了一夜 百里阮起为了安抚软离的情绪 一直将软离护在怀里 怎么也没想到 年纪捕碎的小师叔 居然这么害怕打雷的声音 也是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看到小师叔 如此地依赖别人 和普通的姑娘没有任何不同 脆弱的好像一碰就会破碎 让本就失了心神的百里阮起 更加心疼这个 有着悲惨遭遇的小师叔 心里的异样也在冉冉升起 百里阮起只能在夜里 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低雅暗沉着轻声低难 诗书 第二天天空早已放弃 软离眼在阳光的照顺下 黄缓醒来 居然天亮 系统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真没想到你为了躲避警察 竟然能集中升职 演技真不错 连世界男主都被你骗过去了 昨晚看见你掉眼泪 可是哄了你 软离一问 演技 什么演技 昨晚自己并没有演习 打雷是这具身体在本能的害怕 不管怎么说 自己到底是躲过一几 现在房间里空空的只有软离一人 可是桌子上的这些贩子 也是百里阮起为自己准备的吗 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照顾 众人在院中集合 只要遇见飞行越过几个山头 就能顺利抵达仙门山 软离来到百里阮起身边 阮起 我准备好了 现在出发吧 没想到百里阮起却面露男色 师叔 接下来的行程 还是有女弟子带您遇见飞行吧 软离盯着百里阮起看了机灵 可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吓到你 百里阮起神色闪躲 师叔这是哪里的话 脸色微红 且尴尬地回答 昨晚是弟子冒犯 不应该在您房中逗留 影响了您的声誉 软离丝毫不在意外界的传言 在意这些做什么 只要你我二人问心无愧就好 但若是对你有什么影响 避嫌是应该的 我听你的安排 百里阮起看着恢复清老的小师叔 心中百转千回 自己对小师叔 能做到问心无愧吗 回想昨晚好不容易将小师叔哄睡 在自己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小师叔因为害怕 无意识地抓住了自己的意见 而百里阮起 明明可以选择离开 可是看着柔弱的小师叔 还是选择了留下 这样的小师叔对百里阮起 就像是巨大的诱惑 让百里阮起沉着冷静的心上下涌动 百里阮起明明是禁欲系代表 可是在遇见小师叔之后 心里就仿佛住进了一个恶魔 把他引以为傲的礼修养 全部忘在了脑后 百里阮起鬼使神差地靠近床边 将自己深情的一吻 轻轻落在了小师叔脸上 平日里高冷禁欲的大弟子 却在梦里对小师叔酱酱酱酱 梦到的画面 让百里阮起极兴又羞耻 如果小师叔知道自己对他的想法 只怕会对自己产生厌恶之感 一众弟子经过几天的赶路 终于到达仙门山 不愧是仙门圣地果然气派 仙门山中 出现两名可爱的仙友 接待众人 为其安排眼间休息 并当了一回免费的导游 为刚到的众人 简单介绍比武场地和比武时间 兵主在子夜后不得在山中夜游 此乃是仙门山的规定 还望各位仙友遵循 百里阮起作为大弟子和领头人 恭敬回礼 有劳两位仙友 入夜 百里阮起来到软离房前 不知为什么这几日 总是不知不觉地靠近小师叔 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做什么 只是下意识地 想要来小师叔房前看一看 想到最近总是在梦里梦到小师叔 百里阮起谋色一案 如果小师叔知道了自己所梦情景 会怎么看待自己 百里阮起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突然搁置一身 房门被打 软离与门外的百里阮起 四目相对 百里阮起没想到这么晚 小师叔会出门 软离也没想到 一开门就会看见百里阮起 阮起 你在屋外做什么 百里阮起大脑飞速运转 该怎么解释 巡逻二字脱口而出 还好软离没有怀疑 与百里阮起擦身而过 师叔这么晚了 还要出门是去哪里 百里阮起好奇地询问 软离随意地回答 睡不着 出去散散心而已 明日就是先门大赛 巡逻完事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林一小路中 二人一前一后行走 软离十分奇怪 百里阮起为什么跟着自己 是想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这么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别扭 忽然从暗处走出一名男子 语气十分熟忍到 远远看着就觉得十分眼熟 没想到真的是软离师妹 这么多年没见 软离师妹 还是一如当初的美艳动人 此人正是林文掌门张晴峰 软离看着倒路的男人 十分不耐烦地出口 让开 张晴峰略微尴尬之后 继续若无其事地说 听说软离师妹 练功走火入魔 不如让师兄给你看看 是否有挽回的余地 话音刚落 就像软离伸出手 企图抓住软离的胳膊 说时时那时快 一只有力的手 猛地抓住张晴峰 预行部分的手 百里阮起明晨地看着张晴峰 心里则想着 这是什么狗东西 还想碰我的小诗书 嘴上则说着 先是请自重 百里阮起的话语 虽然客气 但是释放的威压 却险些让张晴峰承受不住 张晴峰好不容易 挣脱被钳制的手 裴笑道 这位小仙有长得一本人才 还有如此先例 看来正掌门的徒弟 确实不一般 刚刚是自己唐突 为了给二位请罪 可否到临门眼间一许 看了一场好戏的软离 这时出声 你是何人 本是清冷孤傲的小诗书 此时却轻口对男主大弟子说 我喜欢你 百里阮起十分震惊的同时 又十分开心 难道自己和小诗书心意相通 没想到下一秒 小诗书软离的话 就将百里阮起回了原型 不管是从人品还是相貌上来看 你都没得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 女尊老爱用 我真的很难不喜欢你这种小辈 百里阮起内心的失望无限蔓延 原来如此 就在刚刚百里阮起 护软离 在灵音小路上散步 却碰见了自称是 临门掌门的张晴峰 软离对此人没有丝毫的印象 你是何人 张晴峰一顿靠近乎 却被询问是何人 尴尬的回应 软离师妹 你还真是健忘 当年我们 为什么还要如此死缠烂的纠缠我 张晴峰再也维持不住 脸上虚强的笑容 看来多年不见 软离师妹嘴上功夫精进不少 既然如此 那在下不便打扰告辞 看着张晴峰愤愤的狗远 百里阮起对着软离说道 师叔没事了 软离察觉到 刚刚百里阮起的情绪变化 阮起 你是众多弟子中最沉稳的一个 为何刚刚确动了那么大的杀气 百里阮起没想到小师叔会论这 正不知如何解释时 听小师叔继续说道 修仙之人 最忌讳情绪不稳 你应当切记 百里阮起只能顺着话 对不起 师叔刚刚给您添麻烦了 嘴上虽然说着道歉的话 可是心里却在想 刚刚自己不仅没有控制住气息 甚至还想当场弯了那双 对师叔不怀好意的双眼 本以为软离会训斥自己 却没想到 软离不安常理处 若再有下次 对付这种小人 记得寻个没人的地方 一顿救醒 明面上的得罪 只会让他对你怀恨在心 百里阮起感受到 师叔对自己的关心 犹豫之下 还是问出口 师叔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有点喜欢你 百里阮起被喜欢二字 瞬间咋晕 可是软离师叔接下来的话 也让他瞬间清醒 你人品和相貌没得说 还有尊老爱幼的好传统 师叔真的没办法 不喜欢你这样的小辈 百里阮起掩盖住自己的失望 原来师叔他对自己 只是长辈对小辈的喜欢啊 软离没忘记刚才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你是小辈 张晴峰作为长辈 想要找你麻烦轻而易举 在遇到这种事情 万万不可以强出头 即便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心 可还是让百里阮起红了脸 乖巧地回答 弟子知道 师叔 第二日一早 各宗门弟子汇聚一起 称称称铃声响彻赛场 仙门山掌门宣布 百年一次的仙门大会正式开始 软离对着身边的百里阮起 再一次盯住 对决时切不可争强好胜 一切以自身的安全为主 百里阮起如同网站而易 恭敬地回答 师叔请放心 可是却掩盖不住脸上的喜悦之情 百里阮起身边的师弟 好奇地问他 师兄 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 这世人群中传来一阵议论声 你们快看临门掌门怎么没到 一句话击起千层浪 你们还不知道吧 听说昨晚临门掌门起业的时候 不知怎么话倒栽进了粪坑 到现在还没醒呢 随着比赛的开始 众人议论的话题也开始转变 快看 那就是最受苍门得意的弟子 小贤云吧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的美貌 听说还有着和贤云中 乱离前辈一样的天赋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奇才 可是软离前辈 现在连剑都拿不起来 百里阮起听着众人对师叔的议论 狠狠皱眉 心冷孤傲的小师叔 本是百年一遇的修仙奇才 却在一次修炼中走火入魔 成为了现在连剑都拿不起来的废物 现如今苍门中的小贤云 如同当年备受关注的软离一样 有着十分高的修仙造诣 百里阮起听着其他人对小师叔的议论 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而当事人软离 则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 对外界的声音丝毫没有反应 在书中 小贤云是未练女主 与百里阮起的实力旗鼓相当 两人在抽签中会一起比试 因为小贤云长相貌美 又有着不足的实力 和百里阮起打了个平手 二人一同成为本次先见大会的魁神 同时百里阮起对小贤云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二人在一起云游 降服各种上古妖兽 成为了旁人眼中的神仙眷女 系统恶趣味地询问阮离 你的好失职 就要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 你就不着急吗 阮离不明所以 为什么要着急 小贤云不仅长得好 身材好 修为也好 阮起能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妻子 自己这个当长辈的觉得很放心 听阮离这么一说 系统十分震惊 阮离和百里阮起多日以来的相处 难道就没有一点危机感 阮离的灵魂不会真的有问题 场下等待比赛的弟子 被小贤云的美貌所吸 然而百里阮起的眼中 却只有自己的小诗书 再美的女子 也比不上小诗书的十分之一 此时百里阮起也总算想明白 自己要在这次仙剑大会中 取得榜首 抓住危害宗门弟子性命的凶手之后 就向阮离诗书表明自己的心意 不管诗书会怎么看待自己 都要将诗书 好好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仙剑大会火热地进行 很快轮到百里阮起上场 不出意外 对手正是小贤云 看到两人即将比试 场内弟子忍不住八卦 这是什么神仙缘分 大会中天资最高的两个人一起比试 都能想象到 接下来的比试会有多精彩 而且两人看起来也十分般配 百里阮起听着对自己的各种议论 目光却紧锁在阮离身上 阮离上一秒 还在闭目养神 下一秒在系统的催促中 睁开了眼睛 百里阮起看着诗书醒 也露出了愉悦的表情 彰显着自己的开心 这一举动 却让阮离十分不起 这傻师侄这时候对着自己笑 是什么意思 比赛都要开始了 不观察对手 竟然还有闲心看自己 百里阮起身世的向对手请战 二人鄙视一触即发 作为最优秀的两个人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就已经大战了三百回合 阮离认真的看着比赛 说时时那时快 百里阮起丝毫没有怜香细域之情 将小贤云逼得连连后退 一个用力便将小贤云手中的剑挡落 轻轻利落地结束了比赛 本是清冷禁欲的掌门大弟子 此时却一副眼巴巴求夸奖的表情 百里阮起作为世界男主 本应该按照剧情发展 与女主小贤云在比赛中惺惺相惜 然而现在百里阮起 以最快的速度击败了女主 乱离发现剧情走向偏差 只能询问系统小恶是怎么一回事 小恶也十分震惊 原剧情居然被彻底改变了 众人对刚刚的比赛议论纷纷 百里阮起实在太强了 根本没看清 她是怎么出招的 也有人指责百里阮起 面对小贤云这么个大美女 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被众星捧月的小贤云 此时恨恨地瞪着百里阮起 我记住你了 随着仙云宗获胜的声音传出来 仙云宗仲弟子 高声为百里阮起发呼 大师兄赢了 大师兄赢了 然而被视为焦点的百里阮起 眼中却只有小师叔软离 软离再次疑惑 怎么总感觉 他一副在求夸奖的样子 此时的小贤 也从震惊恢复如常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没想到原剧情 被感动得这么过分 不如点醒 宿主百里阮起 对他的心意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小贤悠悠地开口 软小离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失职 对你存有大逆不道的心思 百里阮起 他喜欢你 软离被这几个字震惊 怎么会这样 小贤也头痛地说道 我带过这么多宿主 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种情况 以前都是宿主喜欢上男主 没想到你这却反过来了 软离慢慢消化着系统的话 看似平静的表面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这时百里阮起 走到软离的身边 软离看着这个 被自己视为小费的男人 原来他喜欢我 夜晚 软离独自一人望向星空 想到剧情的改变 难道是因为百里阮起 对自己的喜欢 这时 百里阮起的声音转过来 师叔 今日的比赛 我们门中没有人逃脱 下次比试在三日后 软离作为长辈 听到门中弟子全部获胜 自然十分高兴 不禁夸赞道 做得不错 百里阮起听到师叔的表扬 内心雀跃 师叔难得夸赞人啊 夜晚微风扶来 百里阮起看着师叔单薄的衣物 从储物空间中 拿出长辈的披风 十分自然轻易地 为软离披上 师叔 夜里疯大 你没有灵气不提 还是将披风披上吧 软离看着脸色微红的百里阮起 一时不知作何反应 百里阮起 也发现了软离的欲言幼稚 师叔 怎么了 软离不想继续超乎关系的话题 抬脚离去 没什么 夜深风大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软离想不明白 难道喜欢一个人 便是会如此地盯着看吗 百里阮起看着逐渐走远的软离 披风披在师叔的身上 倒是更想了师叔身材娇小 等等 百里阮起似是发现了什么 脸色瞬间降硬 为什么师叔披上披风的身影 竟然如此眼熟 清冷孤傲的小师叔 在逝去一时之前 竟然哀求师叔帮帮自己 百里阮起将软离送到房间 软离正要关门时 一只大手突然 百里阮起面色严肃地看向软离 师叔 这几天我修炼遇到瓶颈无法脱捆 想请师叔指点一二 软离对百里阮起的话 没有丝毫怀疑 既然如此 那就进来吧 二人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交流 落在有心人的眼中 就变了味道 房间内 软离为百里阮起运功 打通受阻经脉 百里阮起感受到 软离的丹田真元之气 在自己体内流肿 并没有察觉到一丝灵力 房间内 也没有任何可以作案的工具 难道又是巧合吗 软离事实提醒百里阮起 不要分心 修炼应专注于明显 屋内的一切 都被张晴峰偷看在眼中 好像验证自己的猜想一般 姑男寡女半夜共处一室 就算没有问题 也要有问题 想到百里阮起 让自己成为各大宗门的孝宝 张晴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工具 这次一定要让百里阮起 也付出代价 一阵气味飘过 百里阮起瞬间睁开眼睛 这气味有问题 连忙转头查看软离的情况 只见软离颤微微地 向百里阮起伸出手 下一秒就扑倒在她的怀里 此时的软离紧咬牙关 保留最后一点意识 可还是控制不住药效的发挥 下意识握住百里阮起的衣服 百里阮起也察觉到软离的意义 师叔没有修为护体 现在已经中招 应该尽快让师叔恢复神志才行 然而此时的软离 哪里还有神志可言 只想遵循本心发现 平日里冷清的软离 不断贴近百里阮起 低声哀求 阮起帮帮我 双手也在不断摸碎 企图发现 能够缓解燥热的宝贝 百里阮起本就对软离有爱慕之情 完全经受不住如此牢锅 一把抓住不安分的手 师叔 你这样只会越来越热 话落直接抱起软离走向软塔 将软离轻轻放下之后 率先控制住乱动的双手 百里阮起修身在这 望着意乱情谊的软离 师叔 一直以来都是你叫倒弟子 今天就让师志焦焦师叔别的东西 清冷孤傲的小师叔 在失去意识之前 竟然哀求师志帮帮自己 百里阮起俯身在这 望着意乱情谊的软离 师叔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叫倒弟子 今天就让师志焦焦师叔别的东西 百里阮起不再压抑自己的内心 低下头寻找温柔之地 软离贪软着身体 只能任由百里阮起不作非为 温热地触碰 让软离不自觉发出声音 异样的感觉既羞涩又舒适 让平日里清觉高冷的软离 羞红了脸 软离紧咬牙关 防止自己再次发出呻吟 紧钻被子的双手 也无声泄露出软离的紧张和期待 此时的软离 仿佛置身在水与火之间 浮浮沉沉在急切地寻找了什么 随着百里阮起的动作 彻底失去了意识 张晴峰为了报复百里阮起 在点完迷香之后 就带领了一大帮人 前来捉拿二人 义正言辞地说道 云仙宗的软离和弟子百里掩起 有不轨行为 在仙门大会胜遇 无所顾忌 日夜私混 正巧被六弯地自己发现 要是不将这两个人捉拿起 任由此等会乱之事继续发展 恐怕会影响仙门山的声誉和名望 仙门山掌门大吃一惊 你说软离和小辈弟子有染 张晴峰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迫不及待一盏 推开了软离的房门 声音中难掩兴奋 你们快看这对狗男女 众人望去 只见屋中软离 正经微作 认真地看着书籍 而软离也好像才注意到门口的声响 淡定地开口 不知仙门大会什么时候变成晚上举办了 各位竟然聚集这么齐 一起来到我这儿 张晴峰一看事情发展不对 脸色变化极快 殷切地说道 仙门山夜间风寒 我们是担心软离师妹的身体 软离不想这么轻易放过这个小 原来是关心我 你不说我还以为 你带着这么多外人 突然闯进我的房间 是前来捉奸的 张晴峰本就懊恼 事情没有向自己想象中发展 听了软离的话 直接恼羞成目 事到如今 你也休想几遍 我明明亲眼看见百里延启 进了你的房间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软离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张晴峰 眼嘴轻笑道 你说你一个时辰前亲眼看见 可是你住在北任 我住在南院 两院距离相隔甚远 张先生在我房外 究竟偷看了多长时间 跟随而来的众人 也从软离的话中反映过 这张晴峰 明显就是在人家软离师妹的闺房前 蹲蹲飞时 真看不出了 白日里风度翩翩的君子 夜里竟然是个变态 仙门山掌门适时出声 今日知识严重影响到软离师妹的声誉 我宣布从今日之后的500年内 仙门大会 将邻门从比赛名单中批除 以此还云仙宗和软离师妹一个公道 事情告一段落 还望软离师妹 别被这种心术不正的小人扰了清修 软离看着走远的众人 缓缓吐出了一口灼气 总算将此事完美地掩盖过去 随即转身略显尴尬地开口 出来吧 白里掩起从屏风后缓缓走出 脸上顶着个十分明显的巴掌印 神色有些违密 是说弟子知道错了 软离没有正视白里掩起的眼睛 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脸色也微微泛红 你走吧 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白里掩起还想解释什么 软离却没给他机会 直接将人丢了出去 转身快速关上房门 可是自己的心跳 为什么变得这么快 两人一内一外一在房门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滋生 师叔在失去最后的意识之前 请求师职帮帮自己 白里掩起本以为 能够交交师叔别的东西 却没想到 最后脸上多了一个五指巴掌 虽然两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在这次亲密接触后 有什么东西在两人之间 悄然生长萌芽 几日之后 先门大会比试 也在白里掩起荣获回首而落幕 师弟们都十分高兴 围着白里掩起叽叽喳喳 俨然将白里掩起当作自己的偶像 更有弟子迫不及待启程 要向掌门报告这一好消息 软离不能遇见飞行 本想再次麻烦女弟子带自己回去 白里掩起却半路杀出 今天的风比较大 还是让弟子带诗书比较稳 女弟子微微一愣 但却是个有眼力见的 那我就先走了 师兄 你也慢点遇见 说完不等软离做反应 就搜得飞跃 原地只剩白里掩起和软离二人 白里掩起一把扶住软离的腰肢 嘴上说着 师叔冒犯 可是脸上的表情和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 软离忍不住开口 你为什么要贴我这么紧 白里掩起一阵严死的说道 今天风大 师叔没有灵气护体 容易受风寒 弟子帮您打风 那你为什么遇见如此的慢 今天的雾气十分大 慢点遇见会比较安全 两人一问一答 倒让软离挑不出错 最后只能说出注意避嫌四个字 本以为白里掩起会有所收敛 没成想经过那一夜之后 白里掩起的脸皮明显厚了许多 眼睛亮晶晶的看向软离 所有弟子都走了不需要避嫌 还再次强调 师叔 你要是觉得冷 可以再往我身上靠一点 我身上非常冷 软离十分无语 只能任由白里掩起在旁边发光发热 要是拆穿这个恋爱脑估计会更加麻烦 白里掩起看着如此乖巧的师叔 脸颊微微泛红 想到自己已经夺得先会回首 在找到杀害中文弟子的真凶之后 就向师叔表明自己的心意 去后山长伴在其左右 云仙宗大殿内 白里掩起等一众弟子均已返回 掌门得知白里掩起获得回首之后十分高兴 果然没有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 藏经阁内的所有工作任你挑选 白里掩起却恭敬行礼 随后开口道 师父 弟子可否另讨奖赏 白里掩起从小到大从未主动讨要过什么 掌门十分好奇自己的得意弟子想要什么 然而白里掩起回复 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什么 等想好了再秉明师父 掌门被荣获回首的喜悦 充分了头脑 也没想到 一项严厉客气的弟子 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就欣然地点头 既然如此 为师变准 眼看其乐融融的奖赏到此结束 坐在一旁的孙城老悠悠开口 既然奖赏结束了 那现在就该轮到惩罚了吗 此次下山 软离这个废物作为唯一的长辈 同时担任领队的责任 却导致自己的徒弟取生 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杀害 就应该承受该眼的责法 白里掩起慌忙解释 这件事和软离师叔 没有任何的关系 软离则丝毫不见紧张 心冷地开口说道 孙长老 你都说我是个废物 你还指望一个废物 去保护弟子吗 你不会是算盘经投胎吧 算盘想得隔二里地都能听见 孙长老背对的哑口无言 就在这时 小师妹却出声 掌门弟子可以作证 同行一路以来 软离师叔 并没有尽到长辈和领队的责任 做事只考虑自己 遇事却避世不出 弟子认为 软离师叔理应受罚 孙长老连忙复合多多逼人 软离不论是作为长辈还是领队 都难辞其咎 免看形势对软离不利 白里掩起开口 孙长老 云先宗的戒律由您撰写 难道你自己写的戒规 就记得上半句名 孙长老不明所以 却感觉到十足的压迫感 白里掩起铿锵有力地说道 先师在有能力自保的情况下 带领弟子外出修行 弟子一旦发生伤亡 先师必将承受惩罚 弟子伤 先师罚二时鞭刑 弟子死 先师罚五时鞭刑 但是一切的前提 皆为先师有法术和能力 然而软离师叔并没有任何法术 因此承担不起保护弟子的责任 清冷孤傲的小师叔 因为与大弟子行为过于亲密 遭到小师妹的嫉妒 给软离师叔 冠上不负责任的罪责 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百里掩起百般为师叔辩解 软离师叔没有任何的法律和修为 因此不该承担领导之责 况且在这一路上 众弟子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师叔安排 并亲自指导弟子进行实战 多名弟子在师叔的指导下 实力大幅度精进 师叔的这些功劳和辛苦弟子们 都看在眼里 现在若让师叔受到惩罚 恐怕有失偏托 更不符合宗规 百里掩起一番话下来有理远据 没想到自己爱慕的师兄 竟如此护着软离师叔 百里掩起根本不在乎二人的神色变化 一边拖外山一边继续 本次下山保护随行弟子 本就应是我的责任 如果非要追究责任的话 弟子愿意接受惩罚 小师妹本意只想让软离师叔受功 并不想让师兄受贡 急忙开口 掌门这一切不关师兄的事 明明就是软离师叔的问题 可是话还没说完 众弟子再也忍不住开口 小师妹你怎么会如此任性 这分明就是红口白牙诋毁师叔 本以为你是单纯 我们真是瞎了眼 看错了你 一直沉默不语的软离 也十分震惊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替自己说话 众弟子反驳小师妹所说之话 一路上软离师叔 虽然为人清冷 但只是外冷内热 真是给予弟子们不少帮助 才让此行之路如此顺畅 小师妹明显有说谎的嫌疑 听到此话 小师妹脸色大变 平时对自己宠爱的师兄们 现在竟然为了一个软离当众揭穿自己 若要受罪 弟子们甘愿代替大师兄 百里延起作为大师兄 怎么让师弟们受编辑 跟腔有力道 我一人受罚即可 掌门为难的挥了挥舍 既然如此 那你就自行领罚吧 众弟子对于这个结果十分不谋 只能将目光对准挑事之人孙长老 孙长老被看得后被发了 而小师妹赵芊一作为小辈 却口出狂语诋毁整辈 被责罚面壁思过三个月 一切事情落定 百里延起大步朝外走去里 路过软离时 深深地看了师叔意 内心保护师叔的行走 更加坚定了一份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软离望着百里延起 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出来 受完边形的百里延起 在房间等坐 满身的伤痕刺目惊心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理 随着敲门的声音传来 百里延起缓缓睁开双眼 没想到来人正视软离 软离坐在百里延起 身起 轻轻擦拭每一条伤痕 认真的模样 仿佛要将眼前的人 映入眼中 伤口虽然都避开了要害 但是伤口却十分深 软离越看越难受 百里延起 随着师叔的动作 嘶嘶出声好疼 师叔 我好疼 软离无情揭穿某人 听弟子说 某人在受罚的时候 可是一声没啃 现在怎么知道疼了 看你以后还知不知道 爱惜身体 百里延起 十分会抓软离话语中的重点 快速靠近师叔开心地说道 师叔这是特意去打听我的消息 看来师叔还是很关心我 哪里还有刚才受伤的半分无恙 软离内心有些慌乱 不知是什么情绪总干扰着自己 当看到满身伤痕的百里延起 还会觉得莫名的难受 软离抬起头看向百里延起 却发现百里延起 一直目不睹睛地看着自己 这让软离十分不安 惊慌失措地转身想要离开 却因太过紧张 导致双腿僵硬险跌倒 百里延起 眼疾手快 师叔小心 一把将软离拉入怀中 慌乱之中 软离好像摸到了百里延起 身上某种脆弱的东西 心冷孤傲的小师叔 慌乱之中 跌倒在大弟子怀中 好像触碰到了某个十分脆弱的东西 百里延起脸色瞬间爆红 冷汗直流 软离不明所以 只以为自己撞棚塌了 延起 你没事吧 撞到哪里了 我给你揉揉 百里延起一把抓住软离伸过来的手 师叔 这个不能揉 揉一揉可能会出大事 百里延起望着软离 全身上下早已变成了粉红色 连气息都变得紊乱 仿佛下定决心 要说出实情 师叔 歧视弟子 可是软离却一个转身就要离开 既然不用我帮忙揉 那你就自己揉一揉吧 留下百里延起一人在风中凌乱 夜幕降临 软离房中浮现出一颗顿醒丹 小乐略微尴尬地提醒道 未面的任务 不能因为与百里延起谈情说爱而耽误 软离没理会小乐 读自己的话 拿着顿醒丹 目光坚定地开口 不用你提醒 今晚就是正道里的死期 不多时 软离身披黑色斗篷 置身前来一处隐秘的扇动 还没开始今晚的行动 忽然听到身后一阵洒洒的声响 软离警惕地回头开口 是谁跟着我 而出现在软离面前的人 竟然是百里延起 软离有些震惊又十分疑 延起 你怎么在这里 百里延起表面看似平静 可是 紧握的拳头彰显出内心并不冷静 我看天色阴沉 今晚可能会下雨打雷 弟子怕诗书一人夜里害怕 所以前来找诗书 百里延起是一片刻后 还是将自己内心的疑惑问出口 诗书 你为何深夜出现在此处 还拿着笔手 小恶笑嘻嘻地出声 哎呀呀 未面男主发现你就是凶手 这可怎么好 百里延起看着眼前的软离 这身打扮 自己在客栈就见过 确实没有任何的差别 为什么自己苦苦查询的凶手 竟然是自己爱慰的诗书 还没等软离回应 准备看好戏的小 可发现真相的百里延起 不远处就传来一阵素素的声音 软离顾不得其他 眼疾手快地将百里延起安在墙上 百里延起不知道软离这是什么意思 刚想开口询问 软离就低声说道 别出声 也别问 说吧 就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顿行单 一把塞进了百里延起的口中 百里延起虽然发现软离就是凶手 但还是乖乖地听软离的话 一动不动地靠在墙边 也感受到 软离给自己吃的是顿行单 百里延起紧张地看着靠在自己身上的怨 就听见不远处的对话 一道娇柔的女生传了 真讨厌 每次都选这种地方 你也不嫌个的慌 百里延起寻着声音望过去 却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自己最敬重的掌门师傅 和一名宗门女弟子 百里延起内心疑 师傅为何会与女弟子深宴一起来到这种地方 还没怎么细想 那边的两人就给出了把掌门一改往日肃穆的神色 俨然一个风流之人 要怪也只能怪山中弟子耳目众多 这里偏僻隐秘 是最安全的地方 百里延起在暗处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瞬间睁大了眼睛 然而这只是个开胃才 掌门和女弟子拓不及待开展了更加香艳的鱼目 还承诺会将试炼大会中 最好的丹药留给女人 短短时间内 不断冲击着百里延起的承受极限 没想到掌门师傅竟然这么无耻 竟然将宗门的资源作为筹码 行不滚之事 软离看出此事 百里延起十分暴躁不安 连忙安抚 现在不是轻举妄动的时候 百里延起看着软离 丝毫没有震惊的模样 难道是早就知道了吗 不远处的二人 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传来的声音暧昧又聊播 这让在暗处的狮志二人不禁羞红了脸 毕竟这可是现场版的微电影 百里延起紧握双拳 尽量让自己冷静 可是日思夜想的人就在怀中 这么下去 自己的兄弟迟早会出事 师侄抱着自己的师叔低声哀求 师叔 求求你 能不能让我靠一缓 再多喊喊我的名字 山洞中百里延起和软离靠得太近 导致软离能清晰地感受到 腰间个人的应目 此时的百里延起不知是修的还是怎 早已经满面红韵 软离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低声喊了句百里延起 百里延起气息紊乱地开口 师叔 请你别说话 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更加难受 百里延起望着近在眼前的人 鼻尖围绕着 满是软离身上的香气 二人之间的气氛 越来越暧昧 心跳也控制不住地 碰碰乱跳 百里延起难受地靠在软离身上 大脑已经不能思考 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好香 好甜 低声哀求道 师叔 能不能让我靠一会儿 就靠一会儿 软离察觉到百里延起 快要控制不住气息 再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人 迟早会被不远处的人发现 内心挣扎几番之后 终于下定决心 俯身在百里延起的耳边 红着脸轻声说道 我帮你揉揉总行 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百里延起不可置信地看着软离 心脏仿佛要跳出来 一猛地将人一鼓抱住 没想到清冷孤傲的小师叔 竟然想帮自己 只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 百里延起再也隐藏不住 对软离的爱意 软离也万万没想到 平日里冷静自食的首席大弟子 竟然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差点失控 百里延起 你不要太得寸进尺 然而现在百里延起 哪里会听话 反而让软离再多喊一喊自己的名字 快要零距离的两人 让软离感受一阵阵的苏玛 百里延起这次不达目的不罢休 再次低声哀求道 还望师叔成全 眼看师志二人 越来越煎熬 不远处的掌门和女弟子终于完食 女弟子想趁热打铁多要点好处 听说掌管中门俸禄的刘师兄 前几日走火入目 人家想要那个职位 预料中的唾手可得没有 纤细的脖子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掌门正道理恶狠狠地说道 我不喜欢贪心的宠物 别基于不该想的东西 女弟子感觉自己离死亡只差一步 害怕地连忙请求掌门饶命 自己一定谨记教诲 掌门这才放开手 冷漠地说道 知道就好 果真是八条无情 百里延起和软离 看着二人离开 确定人走后 二人也从山洞中走出 软离四心有感应到百里延起的情绪 怎么 现在知道自己一直敬重的师父 竟然是个伪君子 觉得难受 说不出话 百里延起不知如何开口 只弱弱地说了句 今晚的事情 确实令自己意外 软离却不慎在意地说道 人间有两面 就比如我自己 我表面上既是你敬重的师叔 同时被帝离 也是残害同伦弟子的凶手 软离毫不掩饰地 将自己真实面目 完全暴露在百里延起面前 百里延起虽然已经猜想到 但是从软离的口中说出 一时也难以接受 但是作为查询凶手主要的负责人 百里延起还是缓缓地抽出了键 历刃直指软离 却不敢正视他 师叔 你为何要杀了他们 我想听你亲口说出原因 软离沉思道 现在的我毫无灵力 若想要继续维持现在的身躯 就必须要不断使用静单之术 而那些人面受薪的伪君子 连畜生都不如 能够为我所用 也是死得其死 软离伸手握住利剑 以长辈的口吻继续说道 延起 你身为大弟子 身负宗门重任 不可将人想得太好 也万万不可将人想得太坏 你要是想替童文报仇 现在就可以动手 我绝不反抗 软离作为三千世界大反派 只能不断完成任务 才能脱离剧情活下去 没想到任务才刚开始不久 就被世界男主百里掩起 发现了真面目 软离手握百里掩起的长剑 你要是想要替童文师兄弟报仇 我绝对不反抗 现在就可以动手 小恶看软离一副彻底摊牌的模样 这一心求死的样子 也太明显 难道就不是图挣扎一下吗 软离根本不在意小恶的恶趣味 反正现在任务已经失败 注定是要被你抹杀 还不如直接死在百里掩起的剑下 我相信百里掩起的技术 一定比你好多了 不会让自己感受到痛苦 小恶没想到这个时候 自己还被软离质疑 是可杀不可辱 小恶瞬间气氛不已 软离看向百里掩起 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掩起 你动手了 出乎意料的疼痛没有到了 百里掩起松开了紧握剑顶的手 一把将软离抱入怀中 清冷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师叔 你别想骗我 我所了解的师叔 根本就不是你自己说的样子 与你口中的自私自利 毫不沾边 你会救助掉入勾曲的流浪猫 认真仔细地为其包扎伤口 即便被抓咬 也丝毫不在乎 也不在意弟子在背后是如何议论编排你 下山之时遇到乞丐 弟子们对其都置之不理 只有你停下留下银两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虽然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正是这些事证明师叔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女子 在我眼中 师叔比世间任何一个人都要好 更是好上千倍万倍 百里延起仿佛要将自己隐藏已久的心意 全部呈现出来 急忙说道 按照仙门宗的宗规 你所杀的人 都是罪大恶极 死有余辜之人 我们有人证 师叔 请你相信我 待我搜集好所有证据 就陪你去坦白一切 你的罪行 一定不会被重判 软离听着百里延起 为自己筹谋的一切 缓缓开口道 到那时掌门和长老们 若执意处死自己又该怎么办 百里延起看着软离 丝毫没有犹豫 若真要处死师叔 弟子甘愿替师叔去死 软离没想到 百里延起会这么回答 问出了心中早就存在的疑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 百里延起 再也不想逃避自己的感情 懒上软离的腰肢 清冷的声音 此时充满了深情 师叔 因为我心愿于你 为了你 这条命我甘愿奉献 听着如此直白的话 软离脸颊微红 不知如何做 百里延起知道 自己吓到了软离 心服软离的发顶 师叔 拨想了千万次的表白场景 却没想到 最终会是现在这样 以前都是师叔护中 现在就给弟子一次机会 从今往后 让弟子护着师叔可好 面对百里延起深情的告白 换做任何一个女子 可能都招架不住 软离缓缓抬起手 靠近百里延起的脸下 本以为会温柔地抚摸 却没想到 竟然在手中暗藏弥香 百里延起毫无防备 身体软在了软离的身上 师叔 你这是要做什么 软离没有回答 轻轻地将百里延起放下 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仿佛下定决心一般 缓缓开口 你的建议虽然可行 但我不一定要听 对于你的告白 我也不是一定就要接受 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 不要托付给任何人包括我 百里延起无力地抬起手 想要挽留住软离 师叔 不要走 不要做什么事 然而软离捡起地上的剑 看着百里延起开口 我还有事情非做不可 便决然地转身离开 夜幕降临 软离手捧木盒 推开掌门师兄的房门 是为白天师兄 并未对自己追责前来道谢 近几日在丹道上有所提升 特地为师兄炼制了几枚酒品灵丹 掌门听灵来意 既然如此 师妹便随我勤了 二人来到丹炉前 掌门师兄开启了话匣子 师妹多年隐居后山 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吧 自从你那年生病后 便不愿再出门 软离随着掌门的话 也不禁感慨道 是啊 这一晃都过去十多年了 就是已过 掌门还是看看这丹药如何吧 正道理一脸慈爱看着软离 伸手接过木盒 打开木盒看去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影 说好的丹药并没在其中 就在这时刷的一声 软离快速将剑刺向正道理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声刺肉的声音 软离按道不好 位置偏了一点 正道理面露痛苦之死 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怎么恢复修为了 软离没有隐藏直接回答 当然没有 不过是因为吃了聚灵丹而已 将自身所有的精血 都化作这一天的修为吧 正道理不可置信 你居然吃了聚灵丹 聚灵丹是禁药 药效过后 会让人神魂尽失丧失无本 你这是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 软离听着正道理的话 语气森然地说道 你当年毁掉我的时候 难道给我留后路了吗 记忆重回多年以前 13岁的软离 视正道理为亲兄长 天真的软离 想要在当年的先门大会中 夺得回首 为师兄庆生 正道理表面欣然同意 然而在软离修炼 即将突破的关键时刻 却突然被一个神秘人偷袭 硬生生将软离的丹田击溃 软离来不及看清神秘人的面目 只在对方的脖颈处 留下了一道抓痕 至此软离的领海枯竭 修为近毁 从原本的天才 跌落成为人人尽巢的废 凶手却迟迟没有抓到 在一个沉闷的下午 小软离本想找 自己敬爱的师兄散散心 没想到却看见了 让自己不敢相信的一幕 留在被偷袭神秘人身上的抓痕 赫然出现在师兄身上 13岁的软离 瞬间觉得五雷轰斗般的绝望 最亲近的师兄 却是将自己推入 万劫不复之地的凶手 从那一刻开始 小软离就明白了 自己人生的出路唯有复仇 软离讲述完以往种种 仇恨的妄向正道 当年你是怎么对我了 现在的我只会千倍奉托 女人视为最亲的师兄 竟然亲手毁了自己 在多年以后 软离终于将利剑 刺入掌门师兄的身体中 本以为计划万无一失 多年的仇怨 终能在这一天得报 却没想到下一秒 软离的手腕就被正道领抓住 胜败就在一瞬间 软离后被承受重重的抑制 正道领看着蹲倒在地的人 将伤口迅速治愈 同时开口道 师妹这么多年过去 你怎么还是如同当年一样自负 你真的以为 我会如此没有防备之心吗 不过我对你还真的没有办法 谁叫我就喜欢这样的你 甘愿沉迷在你的骄傲之中 沉迷到不惜亲手 将你高飞的云翼折断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在我能够看到的地方不断挣扎 现在也不妨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宗门那些弟子是你杀的 不过我却没有揭穿 是因为我想亲眼看着你 一步步从人人羡慕的天才 是如何坠落成人人唾骂的凶手 你现在的样子 真是令人愉悦 软离再也忍受不了 眼前这个人面受心的伪君子 趁郑道领不备 快速掏出银针 准确无误地刺入了男人的眼中 单房中煞事响彻 郑道领痛苦的哀嚎 男人愤怒之下 一掌拍向了身后的单炉 力道之大 让不畏烈火的顶炉 瞬间炸裂开 巨大的气流 猛地冲向软离 好在软离实用的巨灵丹药小还在 挥手施法 才勉强落地 软离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房间内满满的都是自己的画像 各种各样的神情接在其中 另一边的郑道领不知从哪拿来了锁面 神色因异病态 师妹 你不知道 自从你躲进后山之后 我每日都是靠着这些画像 在想象着你的容颜 缓解自己对你的渴望 现在被你发现了 那这些东西的存在也失去了意义 郑道领快速靠近软离的身后 现在你就永远地留在这里 日日陪伴在我的身边 做我真正的静轮可好 郑道领多年的渴求 眼看就要达成 一时难免得意忘性 软离强无声息地 从袖口中抽出匕首 猛地转身扎入了男人的胸口中 这时郑道领才惊觉刚刚的一切 不过是软离为了让自己放松警惕 软离捡起地上的长剑 郑道领 你也太小看一个人报仇的决心了 这么多年的仇怨 怎么可能轻易落空 郑道领已然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不断后腿 嘴里求饶的话不停 师妹求求你 饶我一力 软离看着苦苦哀求的郑道领 完全没有放过对方的意思 对着自己以往最敬爱的师兄开口 现在的女真像个任人子哥的死狗 一直在看好戏的小恶坛去的 你现在真像个反派 郑道领知道 软离这是不打算放过自己 只能最后一搏 你要是杀了我 松丸内的长老和重弟子都不会放过你 软离手中灵力不断翻涌 自从成为废物的那一天 我就已经不在乎了 这个世间的一切对我而言 也早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郑道领害怕地看着 要对自己动手的软离 本以为那些灵力 会全部落在自己的身上 却没想到 一只大手抓住了软离的手腕 而大手的主人 正是百里延起 百里延起看着略显慌张的软离 语气焦急又满含担心 师叔住手吧 师叔即便身在地狱 弟子也愿与之同 眼看软离就要手刃掌门 却被百里延起及时制止 软离看向百里延起的手 原来他不惜将自己刺伤 才能保证现在的清醒 百里延起一把将软离手中的剑夺过 将正道灵挡在身后 利剑直直软离 剑尖离软离不过离离忍 小恶全程看着好戏 本来任务就要完成了 现在却被百里延起打断 看来软小离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差 虽然你任务完复成 这次我也会大发善心 帮你屏蔽痛的 再让你离开这个世界 正道灵看着自己的爱徒 将自己护在身后 小人得知哈哈大笑 看来是我命不该绝 延起快将这个贱人拿下 帮师父好好报仇 百里延起闻声将手中的剑高高地举起 软离将眼睛闭上 安安静静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看来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没想到 本以为会落在软离身上的剑 却一个转身 踢向了身后正得意的正道理 不如其来的转变 让小恶和软离十分震惊 而正道理捂着脖子 同样震惊且恐惧地开口 百里延起 你居然敢杀我 为何不 百里延起冷静地回答 别以为你做的那些肮脏事 我不知道 你的所作所为 即便是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但是唯独你不能死在诗书的手里 因为你根本不配 正道理听着百里延起的话 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可能是死到临头 正道理也没有任何的顾忌 原来你这孽徒 居然喜欢上了自己的诗书 百里延起没让正道理 说出更难听的话 一键砍下去 正道理便失去了最后的生机 百里延起怕软离多想 连忙安慰 诗书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你不用有所担心 软离看向眼前的男人 百里延起为人一向政治 可是现在却要包庇自己 百里延起知道软离的不解 连忙开口 在进入密室之后 我终于看清了掌门的真面目 也明白了诗书所顾虑的种种 为什么之前诗书不愿让掌门和长老主持公道 因为掌门正道理本身就是恶魔 弟子将其斩杀 只是为宗门清理门户 而弟子也却如正道理所言 对诗书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并早已情恩身种 还请诗书能够成全弟子 百里延起一口气将自己心中所想所思 全部说出 软离虽然早就知道百里延起的心意 却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表白 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小恶 再次打去 真没想到 原书的剧情和结局 还真的被你给感谢 让世界男主对你产生了感情 真不愧是我小恶挑中的人 软离没碰大力小恶 对着百里延起黄黄开口 你知道我手上有多少人命吗 你喜欢我却不知我早已身在地狱 而你的喜欢 改变不了这么恶毒的我 现在就停止喜欢是最好的结局 本以为说了这么多 能够改变百里延起的心意 却没想到 百里延起温柔地牵起软离的手 将软离拉入怀中 深情地望着 早已被刻入心里的女人 师叔 你在哪 我就在哪 你身陷地狱之中 那我就和师叔一起入地狱 清冷孤傲大弟子 为爱而行 甘愿和师叔一起入地狱 弟子和师叔 早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还望师叔成全 软离没想到 百里延起对自己的爱意达到如此地狱 手被轻轻牵起 百里延起的声音再次响起 师叔 请你相信我 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你 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面对世界男主深情的告白 软离犹豫不决 不知是该勇敢地遵循本心 还是应该再次逃避 百里延起静静等待软离的回应 只见软离慢慢地伸出了手 百里延起再次向软离保证 师叔 后续的事情 我一定会全部处理好 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百里延起本以为师叔会牵住自己的手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意料 软离趁百里延起不对 快速地将剑抽出 放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清冷决绝地说道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话语刚落 还不等百里延起 就刷得抹了脖子 百里延起内心惊恐无助 师叔 不要 然而为时已晚 软离身体的生机正在快速流失 百里延起抱着软离 往日的冷静自食 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师叔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将自身灵力 不要命地往软离身体中输索 我一定能救回你 百里延起嘴里不停地说着安慰的话语 却不知是在安慰软离 还是惊慌失措的自己 软离看着眼前的男人 延起不要再为我耗费你的灵力了 我受缘已到极限 本就活不过今晚 你这又是何必呢 高大的男人 此时早已泪流满面 师叔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如此地不爱惜自己 软离看着这个 将自己挂在心尖尖的男人 虚弱地开口 延起不要哭 不要为了我哭 其实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等到我死后 你就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 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人所杀 包括掌门正道理 而你是解决我这个残暴狠 杀人凶手的天之骄子 软离用尽力气 扶上百里延起的脸颊 师叔只有这一个心愿 永远做你的天之骄子 你能做到吗 说完这些话 软离就了无牵挂地闭上了双眼 触碰百里延起的手 也无力地垂下 百里延起心痛到无以复加 深深埋下去的脸 挂满了失去所爱的泪 却拼命说出了遵命二字 这是师叔对自己唯一的要求 也是最后的要求 弟子怎么可能不完成 软离的灵魂 脱离了身体腾空而起 因为阴差阳错之下 完成了这个世界未面的任务 可以不被抹杀 继续开启下一个任务 望着将自己紧紧抱在怀中的百里延起 内心无限感慨 最终化为一句真实的闪瓜 三日后 百里延起成为云仙宗新任掌门 将郑道林 以及被害弟子的丑闻 公之于众 与之相关的弟子 百里延起胜任掌门一位后 云仙宗在百里延起的整顿下 在短短的三年内 就已发展成大陆修仙第一宗门 在百年之后 更是不负天之骄子之名 成为修仙界当之无愧的第一 唯一令众人遗憾的是 百里延起终身没有仙旅 软离因差阳错完成任务 成功脱离世界 开启了下一个任务 在这一段旅程中 软离化身成为越国五岁的四皇子 此时的软离 名叫软柱 正被嬷嬷带领 前往皇后的寝殿 小厄满意地看着现在的软离 不愧是自己一眼就看中的宿主 这么快就适应了新身份 还挺让人出乎意料 软离还不清楚 自己新任务中的身份 趁着走路的时间 在脑海中询问小厄 小厄 我这次的身份是个男反派吗 当然不是 现在我就给你讲一下 现在的情况 你叫软柱 生母为曹贵妃 是越国四皇子 越国共有三个皇子和一个公主 大皇子母妃为鱼妃 母族毫无势力 二皇子母妃为家皇贵妃 也是这次任务中的世界男主阮山 三公主是皇后所生 四皇子就是你 你的母妃曹贵妃 自幼就体弱多病 成为妃子之后 唯一的心愿就是生个皇子 想要母凭子贵博得宠爱 然而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惨遭小人毒害 导致早产 走了一趟鬼门关 生下你之后 却不是期盼已久的皇子 而是个女儿 曹贵妃不甘心 于是买通了所有知晓的工人 隐瞒了你公主的身份 谎报你是个皇子 就这样度过了五年 然而在昨天曹贵妃却离起死亡 因为你年幼 而皇后膝下无子 有意要将你过继到自己名下 所以就有了现在你和嬷嬷 去皇后那的一幕 阮离听完小恶的阐述 大概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不过有一点还存在疑惑 那就是阮住身上的这些伤 是哪里来的 小恶满不在意地说道 曹贵妃隐瞒了你的真实身份 虽然得到了许多宠爱 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是在背地里 却承受了诸多压力 每日都觉得惶恐不安 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再生育 所以对你这个假皇子的要求十分高 其他两位皇子能做到的事情 就要求阮住也一定要做到 并要做得还要好 一旦发现错误 就会严厉教育 阮离看着身上的伤口 自己这次的角色也太惨了 不仅被更换了性别 从小忍受打骂 现在还要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 成为争夺权力的工具 只能说生于皇家之中 是幸也是不幸 还在阮离思考时 阮离惊慌失措地转过头 就看到离自己不远处 跑过来一只小狗 一人一狗四目相望 阮离根本就保持不住以往的淡定 蹲坐在墙角处 害怕到眼角流泪 小恶看着阮离一系列的操作 怎么也没想到 铜墙铁壁般的阮离 竟然会害怕一只小狗 默默察觉到身后的声响 大声叫喊 宫离怎么会出现狗 还没等宫人赶来 视线中就出现一只手 将小白狗提了起来 小恶看着来人 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正好给阮离介绍一下 这就是卫灭男主阮山 今年九岁 也是你本次任务中的死对头 从一出生就和卫灭男主是仇人 是种什么体验 越国最受宠的是家皇贵妃 由于母族势力强大 也有着同样大的野心 而家皇贵妃正是阮山的生母 女人在后宫之内 为了争夺权力 无所不用其极 使用各种方法导致阮离生母曹贵妃 再也无法受孕 曹贵妃母族势力低微 即便知道自己悲惨的遭遇 都是家皇贵妃所致 也只能默默承受 只能将满腔怨恨 都发泄在小小年纪的阮柱身上 又因为阮柱不是七代已久的皇子 对阮柱的教育更加严厉 甚至严苛 小小的阮柱 经受着本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在生母日益的鞭打和斥责之下 阮柱的内心早已发生变化 将家皇贵妃的儿子阮山 视作仇人 小恶慢慢阐述着 阮柱从出生到成长的这五年 原主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黑化是必然的结果 而阮黎在这个未面世界的任务有三个 就是隐藏女扮男装的身份 一直到结局 逼宫造反和成为一名符合剧情发展的反派 最终死在男主阮山的手里 三个任务完成就能成功脱离世界 阮黎听完小恶的话 再看着眼前伸过来的手 那就只好当一名合格的反派 一脚踩在阮山脚背上 无视对方的好意 虽然奶生奶气 依旧能感受到 阮黎语气中的不善 不用你服 阮山不明白 阮柱为什么会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恶意 弱弱地喊了一声皇帝 阮柱双手掐腰 理所应当地回答 谁让你的狗不拴绳子 默默生怕两位皇子吵起来 耽误自己办事被皇后责罚 只好赶紧站出来向阮山解释 二殿下时间不早 皇后娘娘还等着四殿下呢 阮山站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二人缓缓离去 朝阳宫内皇后娘娘斗着笼中的鸟 不急不徐 一下又一下 一个小丫鬟轻声提醒 娘娘 四殿下在外面已经候着不少时辰了 皇后娘娘漫不经心地回答 不过才两炷香的时间 找什么急 语气虽然轻缓 可是小丫鬟依然感受到 来自皇后娘娘的威压 内心有些忐忑不安 不料下一秒 皇后娘娘的语气和神情就发生了变化 你是在暗示本宫不会照顾皇子吗 小丫鬟再也承受不住威压 猛地跪趴在地 瑟瑟发抖地出声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求皇后娘娘饶命 其余地看到这一幕 心中都暗叹不好 皇后娘娘在其位已经五年了 可是只生了一个三公主 就因为难产 而无法再孕 三公主因为身体病弱 从小便被送到了道观敬养 皇后娘娘这五年来 只能看着曹贵妃和家皇贵妃 亲自养育皇子 最听不了这些话 果然皇后娘娘面色平静下来 便缓缓开口 现在天气炎热 西域进贡的沙厄 应该食欲不佳吧 既然你这么善解人意 不如就去贴身伺候杀恶物 小丫鬟听到此话 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而皇后娘娘一句话 便决定了她的生死 默默看皇后娘娘如此 自是知道她心中所想 于是开口道 娘娘 纵然你不喜欢四皇子 但是现在只要能够把握住她 就能得到四皇子母族曹家的支持 理应以大局为重 皇后娘娘心中自然明白 放心吧 本宫心里清楚 现在把那孩子带进来吧 让我瞧瞧 上班第一天 拒绝内卷 从五岁的软梨开始 软梨在店外占了足足两炷香的时间 才被皇后娘娘召唤 软梨走进店中 规规矩矩的站顶 看着眼前雍容华贵的女人 此时的皇后娘娘 早已换了一副面子 仿佛刚才满脸厌烦很辣的女人 不是她 笑容满面地对着小软梨说的 过来这边让母后好好看看祝儿 软梨恭敬行礼 不背不亢地开口 而沉出道招人功 还未学习过任何的规矩 离母后太近 怕一不小心冲撞到母后 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好 软梨一番话说完 引得皇后娘娘刮目相看 上下打扬这个只有五岁的孩子 带软梨前来的嬷嬷 也十分满意 一直听说曹贵妃教子有方 三岁能作诗 五岁时 言行便十分老成有道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皇后娘娘在此开口时 也透露出几分满意之色 看来曹妹妹对你的教导下了许多心血 以后在母后身边 也会好好照顾你 皇后娘娘看着瘦小的软梨 微微皱眉 不过你怎么如此瘦弱 可是下人伺候的不尽心 不等阮梨回答 便直接宣召太医前来把卖 阮梨本就女扮男装 一听这话瞬间有些慌张 小恶还打去让 这要是被太医把卖 暴露了身份 恐怕你这个反派角色 还没长大就夭折在此 阮梨为了不暴露 表现出疲惫的样子 向皇后娘娘秉明 母后不用如此麻烦 儿臣身体一向如此 并没有生病 只是今日有些乏累 想先行告退 皇后娘娘 本也就是想表现出 一副慈母的形象 在听到阮梨的话后 自然是同意的 既然如此 助而便去准备好的 房间沐浴更衣 早点休息吧 阮梨听到 还要人伺候沐浴又黑了你 看来躲得了把外 躲不过沐浴啊 阮梨请殿外 两个伺候沐浴的工人 守在门外 不断求着阮梨 四殿下 您就让我们近身俗 是您沐浴更衣 这本就是我们的侄子 没想到没等到阮梨同意 却快速飞出了一个木板 直接砸在了小工人的脸上 下一秒房间内 阮梨的声音传出 全部下去 若是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杀无赦 两个工人没想到 四殿下如此凶狠 吓得连忙跪倒在地 明明只是一个五岁的奶毛 眼神却如此吓人 阮梨看着走远的工人 和关上的门 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恶看完了热闹 不嫌失大的开口 阮小离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要我说 你和世界男主 既然是死对头 不如现在直接给他找点麻烦 阮梨听着小恶不靠谱的发言 果断拒绝 不 我要洗澡 我现在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拒绝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内卷 小恶看着要退下衣物的阮梨 本以为能看到点什么 没想到下一秒屏幕切断 提示由于外面系统被更新 只要涉及到宿主的隐私时 都将会强制被想先 小恶不爽地看着屏幕 早知道就不更新什么版本 另一边被冷落的二皇子阮山 正四处张望 想到刚才的事情 还是决定要给四地软柱道歉才行 可是来到四地的宫里 却发现一个宫人都没有 就在这时听到不远处一所房间内 传出哗啦哗啦的水声 阮山判断 四地软柱应该在那边 于是来到窗前 刚好虚掩着的窗户打开 阮山慢慢靠近 只见房间内雾气流绕 阮山向你看了一颖 便控制不住的脸红心跳 上班第一天 拒绝内卷 从五岁的阮梨开始 阮梨在店外占了足足两炷香的时间 才被皇后娘娘召唤 阮梨走进店中 规规矩矩的站定 看着眼前雍容华贵的女人 此时的皇后娘娘 早已换了一副面子 仿佛刚才满脸厌烦很辣的女人 不是她 笑容满面地对着小阮梨说 过来这边让母后好好看看祝儿 阮梨恭敬行礼 不卑不亢的开口 儿臣出道招人公 还未学习过任何的规矩 离母后太近 她一不小心冲撞到母后 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好 阮梨一番话说完 引得皇后娘娘刮目相看 上下打量这个只有五岁的孩子 带阮梨前来的嬷嬷 也十分满意 一直听说曹贵妃教子有方 三岁能作诗 五岁时 言行便十分老成有道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皇后娘娘再次开口时 也透露出几分满意之色 看来曹妹妹对你的教导下了许多心情 以后在母后身边 也会好好照顾你 皇后娘娘看着瘦小的阮梨 微微皱眉 不过你怎么如此瘦弱 可是下人伺候的不尽心 不等阮梨回答 便直接宣召太医前来把卖 阮梨本就女扮男装 一听这话瞬间有些慌张 小恶还打趣道 这要是被太医把卖 暴露了身份 恐怕你这个反派角色 还没长大就夭折在此 阮梨为了不暴露 表现出疲惫的样子 向皇后娘娘秉明 母后不用如此麻烦 而臣身体一向如此 并没有生病 只是今日有些乏累 想先行告退 皇后娘娘 本也就是想表现出一副慈母的形象 在听到阮梨的话后 自然是同意的 既然如此 助而便去准备好的房间沐浴更衣 早点休息吧 阮梨听到 还要人伺候沐浴又黑了你 看来躲得了把外 躲不过沐浴啊 阮梨请殿外 两个伺候沐浴的工人 守在门外 不断求着阮梨 四殿下 您就让我们近身俗视您沐浴更衣吧 这本就是我们的侄子 没想到没等到阮梨同意 却快速飞出了一个木板 直接砸在了小工人的脸上 下一秒房间内阮梨的声音传出 四殿下如此凶狠 吓得连忙跪躲在地 明明只是一个五岁的奶头啊 眼神却如此吓人 阮梨看着走远的工人和观赏的门 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鹅看完了热闹不嫌失大的开口 阮小梨 接下来你等会干什么 要我说 你和世界男主既然是死对头 不如现在直接给他找点麻烦 阮梨听着小鹅不靠谱的发言 果断拒绝 不 我要洗走 我现在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拒绝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内卷 小鹅看着要退下衣物的阮梨 本以为能看到点什么 没想到下一秒屏幕切断 提示由于外面系统被更新 只要涉及到宿主的隐私时 都将会强制被下线 小鹅不爽地看着屏幕 早知道就不更新什么版本了 另一边被冷落的二皇子阮山 正四处张望 想到刚才的事情 还是决定要给四地阮柱道歉采洗 可是来到四地的宫里 却发现一个工人都没有 就在这时听到不远处一所房间内 传出哗啦哗啦的水声 阮山判断 须掩着的窗户打开 阮山慢慢靠近 只见房间内雾气缭绕 阮山向你看了一眼 便控制不住的脸红心跳 只因看了一个背影 男主就羞红了你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八岁的阮山又摇头又无阻 转念一想都是男子有什么好害羞的 房间内的阮梨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窗户没关好 更不知道此时窗口处 还站着一个男子 阮梨趴在浴桶边缘 努力地伸着手 奈何手太动 根本够不到挂在屏风上的衣服 阮山想通了都是男子 便又朝房间内望去 正好看到这一幕 心中十分不悦 四弟年纪上小 竟然没有一个工人服饰 刚想开口说 二哥来帮你 就见里面的小人站起身爬了出来 阮山见了这一幕 再一次被震惊到 为什么四弟的背上有如此多的伤 阮梨完全没有察觉到 外面的阮山 不慌不忙地整理衣服 顺便和小鹅对话 准备天黑下来 偷偷去一趟太医院 自己身上的伤 还是需要一些要进行治疗才好 阮梨推开门准备出发 而躲在拐角处的阮山 看着鬼鬼叱碎的阮梨 心中想到阮梨身上的伤 不免猜测 难道是因为四弟不受伤 被工人欺负 看着走远的阮梨 阮山决定还是跟上去看看 阮梨早已发觉 跟在身后的阮山 不明白这个二哥 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 小鹅漫不惊心 谁知道呢 可能是记恨你白天踩的那一脚 想要报复也说不定 阮梨想到现在的阮山 也只不过是个八岁的孩子 要是真的记恨自己 反而帮自己省了不少事 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连藏也藏不好 阮山看着停下的阮梨 心里十分忐忑 难道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你四弟对自己的态度 应该会将自己看作变态偷窥狂了 到时候连解释都解释不了 阮山在强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终于决定 坦然面对阮梨 本来就是来道歉的 就应该坦坦荡荡 而不是现在这样偷偷地跟着 阮山毅然决然地站出拐角 刚想开口 却发现阮梨早已经走远 看着离去的方向 竟然是荷花糖 阮山十分不挤 四弟不会游泳 地方又偏僻 为什么要去那里 等阮山来到荷花糖时 早已不见阮梨的踪影 阮山不断喊着阮梨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苦苦寻找的弟弟 竟然躲在离自己不远处的藏丛后 而阮梨动了歪心思 趁月黑风高不干点坏事 怎么说的过去 调整好时机 猛地将手中的石头扔了出去 扑通一声落入了荷花糖 听到声音的阮山 心中惊怕 难道是四弟落水 史上最没用的男主 只因掉进了荷花糖 就差点与世界说再见 因为恶搞 阮山误以为二弟软柱 掉入了荷花糖 连忙跑到荷糖边想救人 阮山呼吱呼吱 准备来个锯跑跳跃 没想到半路突然出现一个木棍 将原本帅气的跳跃 变成了扑通一声落水 阮梨站在岸边 静静地看了一会 在水中乱扑通的阮山 潇洒转身 将作案工具随手丢掉 面对小恶的疑问 你站在那里 是故意让男主看见你吗 你就不怕将未面男主 这么单独地扔在水里溺闭吗 阮梨毫不在意 就是给她个教训 荷花糖的水 踩到阮山腰部 不可能会出事 小恶满意地看着自己选的宿主 坏笑出声 不愧是你阮小梨 另一边荷花糖中的阮山 好不容易爬到岸边 十分奇怪 自己刚刚怎么会突然被绊断 来不及细想就高兴起来 还好不是四地落水 看着平静的水面 刚刚的落水声 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被人算计的男主 压根就没看见幕后凶手 阮山借住岸边的时候 想要爬上来 可是刚刚用力 就感觉到胸口传来一阵不失 不多时 阮梨已经从太医院出来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药 刚走没几步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吵杂声 阮梨躲在暗处 听着丫鬟们的对话 只见两个小丫鬟 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阮梨正疑惑都这么久了 阮山怎么还没回去 就听小恶开口 我记得男主会游泳了 怎么会这样 哎呀 小恶猛敲下脑袋 糟糕 我怎么忘记男主体质特殊 有先天的心脏疾病 这时阮梨也意识到严重性 快步朝着荷花糖跑去 而此时的阮山 浑身湿透挡在岸边 早已失去了意识 阮梨感到时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看着面色潮红的男主 阮梨伸出手 探了下体温 果然以阮山的体质 要是不发热 那就不正常 阮梨没想到 男主这么体弱 暗暗吐槽 真没用还麻烦 小恶忘记男主 这么重要的信息 还一复制身世外 看热闹不闲事打的样子 哎呀 现在可怎么办 男主看着有点严重 可是你刚刚拿的伤寒药 好像不够两个人的分量 阮梨沉默不语 躺在地上的阮山 因为发热呼吸都变得急促 阮梨再也没有犹豫 将好不容易拿到的伤寒丸 塞入了阮山嘴里 又用荷叶盛了些青水 扶着阮山喝了些 药丸估计十分给力 阮山吃下不足 眉头便舒展开了 迷迷糊糊中 只觉得周身的空气 都十分香甜 努力睁开眼睛 好像看到了今晚 一直在寻找的身影 世界男主 对女扮男装的弟弟 呵护有加 难道这就是逃不开的宿命 阮山缓缓睁开眼睛 家皇贵妃看着 终于清醒过来的儿子 一直提着的心 也放了下来 山儿 你怎么会昏倒在荷花糖边 是不是心急犯了 阮山为了安慰家皇贵妃 同时也隐瞒了真实情况 母妃不必担心 儿臣只是因一时 看完不小心落入水中 现在身体并无大 阮山想到昏迷之前看到的人 连忙询问 母妃 我是怎么回来的 不提还好 一提起来 家皇贵妃便满是怒气 是你宫里那两个丫鬟 将你带回 若不是本宫发现 还想将此事瞒下 阮山自知事情 不是丫鬟的过错 而是因为自己偷偷跟着四弟 才险些出事 便向母妃求情 还请母妃不要责罚他们 都是儿臣的错 家皇贵妃知道儿子心软 可是昨晚的情况实在严重 冷声开口 山儿也不必替两个丫鬟担忧 他们自知做错了事 已经自请面壁去了 能不能活着回来 全凭运气 家皇贵妃见儿子身体外便离开 独留阮山一人在屋内 想着昨夜自己因为心急腹腹 好像看见的是四弟在救自己 而非宫女 另一侧宫殿内 阮梨不停地打着喷嚏 因为没有及时服药 而得了伤寒 现在正怨气满满地裹着小被子 时间飞快 转眼便已过几日 皇后看向站在眼前的阮梨 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阮梨淡淡地回应 知道 皇后尽显温柔地开口 既然你知道 作为曹贵妃的亲生儿子 理应送她最后一场 皇后一直在观察阮梨的表情 对阮梨的靠近和平淡的情绪 都十分满意 心中也在一次确定 四皇子对生母 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阮梨换上一身白衣 跟随丫鬟 来到生母曹贵妃的寝殿 进门便被一个 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戏 女人啜气 贵妃姐姐 你怎么就这么走 我好舍不得你 阮梨不认识女人 但看样子 应该和曹贵妃感情深厚 便询问小恶这个女人是谁 小恶不紧不慢地回答 这个女人和曹贵妃确实有关系 不过却是因为在三个月前 在背后说曹贵妃胖了五斤 而被罚贵的安妃 继安妃之后 又一个女人进门 就扑向了木官嚎啕打哭 小恶继续介绍 这个是半个月之前 与曹贵妃打价 输了十两银子的许贵妃 因为这是一只阴阳曹贵妃 两人大吵一架才结束 阮梨无语地看着许贵妃 另一边突然传来草杂声 原来是因为曹贵妃过世 云才人伤心过度晕倒在地 阮梨十分尴尬 怎么都没听说过 宫里还有这么一个人 小恶笑哈哈 那当然没听说过了 因为云才人是今早才进宫的 阮梨在一边十分无语地 看着一个比一个能眼的女人 这后宫之中 哪有什么姐妹情深 即便不曾相识 也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说来也真是讽刺 阮梨稍寒致症还没好 下意识用手捂住口鼻 顺便吸了吸鼻子 这一幕被正巧路过的阮山看见 下一秒阮梨就愣在了原地 这是什么情况 阮山将阮梨挡在身后 神情哀疼 四弟 你若是伤心就哭吧 不用这么辛苦忍着 在阮山的心中 阮梨不过是个五岁的小孩 即便再要强 此时心里也非常难过吧 煞白甜未免男主自我攻略 是种什么体验 阮梨只是伤寒流鼻涕 就被阮山认为是伤心的掩饰 想要安慰故作坚强的四弟 得到的却是阮梨冷漠的随意 我不伤心 你让开 阮山没想到会这样 意识没反应过来 阮梨说了什么 阮梨不耐烦地动手去推 一直挡在面前的阮山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却没想到脚底一滑 猛地向前扑去 阮山健壮 连忙伸手揽住了阮梨的后腰 小小的阮梨 便趴在了阮山胳膊上 而阮山瞬间正中 四弟身上的味道好熟悉 阮梨虽然人小 但是反应快速 一脚猛地踩向阮山脚背 只听一声哀嚎响起 阮梨根本不想过多接触这个二哥 只因二人本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看着走远的阮梨 小恶再一次浪起 好一个恩将仇报 男主现在对你一定更加讨厌了 想象是美好 现实却无比残酷 阮山回想刚刚的魏 已经可以完全肯定 那晚在荷花堂 就是四弟救的自己 仪式已经结束 阮梨冷漠地看着 抬出去的目观 丝毫没有悲生神色的脸上 在众位贵妃的眼里却变了 真看不出来 这四皇子竟然是个白眼狼 自己生母过世 还如此淡然冷漠 不过曹贵妃和皇后 一直是死对头 现在儿子到了皇后的手里 事实出现给阮梨添堵 曹贵妃的人员这么烂 现在这些人 都是等着看你笑话的人 阮梨根本不在意 那些人如何编排 神色依然淡然自若 而男主阮山 在听到背地里的那些话 对阮梨却是满满的心疼 四弟根本就不是什么白眼狼 更不是无情之人 否则也不会救自己 阮梨感受到一道强烈的目光 转过头便看见阮山心疼的眼神 为了剧情的发展 便恶狠狠地瞪着对方 就在这时 皇后来到阮梨的身边 弯腰甲义安抚着阮梨 祝儿别难过 本宫会代替曹贵妃好好照顾你 阮梨一副听话的模样 深得皇后之心 一众人离开行宫 皇后忍不住向阮梨打贪 刚刚与二皇子都说了什么 阮梨壮丝不在意的开口 也没说什么 就是让我节哀 不要难过 皇后冷笑 呵 真是猫哭耗子讲慈悲 祝儿 你可千万不要被骗 二皇子的生母和女生母 想来不对付 她怎么可能真的关心你 以后你对她可要防备一些才是 阮梨没想到 皇后竟然这么沉不住气 现在就开始调拨理解 不过面上却是恭恭敬敬 儿臣知道 只有母后对儿臣是真心实意之人 别人都是虚情假意 皇后听到阮梨这么说 心中安定下来 抚摸着阮梨脸颊 满意的夸赞 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男主不愧是气韵之子 阮梨偷袭不成 反被料 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愧是小恶一眼就看中的宿主 永安宫内 阮山宫敬行礼 不知母妃叫儿臣过来所为何事 家皇贵妃满意的看着自己家儿子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让你来陪我吃个饭 阮山为母妃倒茶时 家皇贵妃冷不丁出声 听说今日你去曹贵妃那里 可是见到了四皇子 你觉得你那四弟为人怎样 阮山听母妃聊到软离 将手中的茶壶轻轻放下 认真开口说的 人人都说 四弟为人冷情 对自己生母没有丝毫感情 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话还没说完 那四皇子连自己生母事事都无动于衷 我真是冷心冷心 而现在四皇子过季到皇后名下 日后并不容小觑 你切记一定要小心提防 听到家皇贵妃的话 阮山愣在原地 也明白了家皇贵妃心里并不喜欢四弟 询问自己 也只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而已 时间匆匆转眼变过几日 阮离吩咐身后的宫人全部退息 宫人有些为难 皇后娘娘特意吩咐 要照看好四皇子 阮离见宫人并未离去 转头阴冷的眼神 望向二人 阮离仿佛能刀人的眼神 吓得飞一般便逃离现场 阮离之身一人 才好接下来的行动 向小恶再一次确定阮山的位置 按照剧情发展 今天阮离的任务就是偷袭阮山 迈出反派角色第一步 不远处阮山正练着剑 动作行云流水 小小年纪就能看出灰红之气 阮离悄悄来到一座景山后面 看着认真练剑的少年 小恶打趣道 怎么样 男主还可以 阮离不以为意 是不错 但是还差点 小恶无聊犯着困难 不要用你成年人的眼光评价 男主现在才几岁 在这个年纪如此已经很难得了 阮离继续看了一会 逐渐流露出赞赏神色 不愧是男主 气韵之子风范流露的淋漓尽致 不过气韵再好 也拦不住阮离做任务 就趁现在将弹弓瞄准 石子从手中瞬间弹出 快转狠地射向阮山后背 本以为能命中目标 却不曾想 石子破风声音 引起了阮山的察觉 阮离暗道不好 却来不及躲避 胸口硬生生承受一击 力道远远大于自己弹射出的力量 这时阮山也才发现 假山后面的人竟然是四弟 连忙跑过来 四弟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是你 看着阮山伸过来的事 阮离连连后退 别碰我 阮山有些尴尬 再次开口 对不起四弟 不过你为什么向我扔石子 我还以为有人要偷袭我 所以才将石子打了回去 阮离听到阮山的话 一脸冷漠地否认 我没有向你扔石子 你有什么证据 阮离信实淡淡 不知道实情的 还真以为误会了他 阮山看着阮离手中的弹弓 再一次刷新了对四弟的认知 他们是天生的死对头 男主却将自己攻略的扎都不胜 假山后阮离偷袭不成反被料 凭借着睁眼说瞎话的功力 完胜阮山 阮离捂着被石块击中的肩膊 平静又冷漠地开口 皇兄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偷袭你 不过你刚刚却用石块砸中了我 我现在身上有伤 不管怎么说 你都没有理 阮山对阮离的眉里变三分 刷新了认知 本想再说些什么 可是阮离根本不给机会 阮山便离开 独留阮山一人 看着走远的阮离 阮山就好像做错了事情的小孩子 感觉到自己又惹四弟不开心了 姗姗来迟的工人 哒哒哒跑过来 急忙询问二殿下 可有受伤 阮山无心多说什么 没事我们回去吧 三人慢慢离去 都没有察觉到 不远处的树枝上 弹聚着一条黑蛇 然而走到树下 黑蛇猛地向下俯冲 阮山似有感应 一个回身便将黑蛇 劈成了两段 工人看着地上的黑蛇 不禁后怕 这树上怎么会有蛇 还好二殿下没有受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计 两个工人还在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阮山的思绪却回到了刚才 猛然惊觉 难道刚才四弟并不是在偷袭 而是知道树上有蛇在救自己 走在路上的阮离并不知道 阮山再一次将自己成功攻略 房间内 阮离正给被击中的地方擦药 小恶看着一大片的淤青 不禁有些佩服 看着都疼 可是阮离硬是一声没坑 这时门外传来工人的声音 阮离警惕地将衣服拉上 只听工人禀报 二殿下派人送来了药膏和补品 阮离没有一丝迟疑 清冷地开口 都丢出去 小恶对于阮离的做法颇为诧异 你本来就缺少这些东西 现在送上门的 却都丢了属实可惜 难道你是害怕阮山 为早上的事情报复你 阮离不慌不忙地回答 报复倒是不可能 只不过是做给皇后看的而已 小恶毕竟是系统 揣摩不出其中的意思 阮离开口解释 我身边一直都有皇后的人 在时刻监视我 而我想要得到皇后的支持 就一定要让她信任我 小恶当即来了兴趣 那你猜猜看 现在皇后在做什么 阮离漫不经心 还能做什么 她一定是在让各路医学圣识 为她检查身体 看看是否还有生育的可能 如果不能生育 那我就是她手中唯一的妻子 而另一边皇后请便 上好的此碗 哗啦啦被一扫落地 果然不出软铃锁料 皇后在检查完身体之后 大发怒火 这些庸医竟然敢说 本宫再也无法生育 而御医只因说了实话 便被无情拖下问 真是倒霉 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 一众工人屠服在地 吓得瑟瑟发抖 生怕一个不小心 怒火就转移到自己身上 只有嬷嬷端着茶杯 温声细语哄着皇后 娘娘息怒 莫要伤了身体 皇后喝着茶水 怒火已然熄灭 询问四殿下现在如何 嬷嬷将近几日发生的事 一五一事禀报 尤其将二殿下和四殿下之间的事 详细说了一遍 二殿下向四殿下示好 却被四殿下当众服了面子 皇后听到如此 音音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四殿下是个聪明人 清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转头便分速嬷嬷 过几日将四殿下送入赏书堂 好好培养培养 世界男主 竟然是知人者神规 不论阮黎做出多么过分的行为 都不能激怒阮山 阮黎缓步走进赏书堂 按照剧情发展 需要阮黎做到二皇子阮山的前面 阮黎左瞧瞧右看看 在一片喧闹中 锁定阮山的位置 此时正被一群人围住 阮黎心中暗想 真不愧是男主 竟能在这么吵闹的环境中 静下心来写字 不过既然我来了 桌前发出一阵刺耳的咯吱声 紧接着便是猛的晃动 原因无他 正是阮黎坐到了前面位置 猛的向后依靠 让原本干干净净的席座上 出现大片墨迹 好好的一副自己就这么被毁掉 阮山不明所以抬起头 围观同窗都知道 二皇子最爱干净 这下四皇子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看样子要惨了 阮黎本就是来没事整事的 转过头茶言茶语的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黄兄不会怪我吗 阮山听着毫无诚意的道歉 又想到四弟之前 将自己送去的东西 全部扔了出去 心中不免怀疑 这个家伙 真的不是故意在找我麻烦吗 难道是为前两天 在御花园的事情生起 算了 还是不要与一个小孩子计较 阮山面目表情没有太大变化 缓缓出声 下次注意就好 阮黎剑一记不成 便再来一记 黄兄 还是由我来帮你打扫 说着就伸出小手胡作非为情 故意将笔筒扔得远远的 嘴上却说着不好意思 这一操作看得众人一脸懵 随后又将宣纸在手中一顿乱抓 原本宣纸只是被墨迹渲认 经过阮黎之手后 宣纸根本没眼看 不仅皱皱巴巴 还更加无期骂黑 偏偏阮黎生怕阮山看不出自己是故意的 眼神无辜又得意的开口 黄兄 我是真的想帮你 本以为终于能激怒阮山 看到阮山居高临下的样子 众人面露惊慌 这下真的完了 二殿下果然生气了 阮黎也以为自己的目的达成 这个家伙可终于要生气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并没向意料之中的方向发展 阮山轻轻拍了拍阮黎的肩子 一副长辈的语气 四弟日后还是要多加注意才 切不可再如此毛躁 阮黎看着认真清理桌面的阮山 不知如何是好 小恶忍不住出声 真看不出来 男主竟然还是一只忍者神龟 都做得这么明显 他还能心平气和地和你讲话 真令人佩服 伴随着敲钟的声音响起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课程 阮黎刚要离开 便被阮山叫住 直截了当地开口 四弟 我们之间 是不是存在什么误会 阮黎知道他心中所想 丝毫没有犹豫便说道 并没有什么误会 阮山不理解 既然没有误会 那为什么四弟要故意 做出今天那种行为 阮黎瞬间抱着 大喊道 你居然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明明不比你差 凭什么却处处被你压一头 我不甘心 阮山没想到 四弟会如此激动 更没想到是因为这种原因 当场正愣住了 阮黎健壮又添了一把 二皇子 我劝你还是不要得意太子 我们走着瞧 说罢便转身离开 独留阮山一人在原地若有所思 女扮男装的恶毒女配 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未面男主添度 经过几日的接触 阮黎给阮山掌握不少麻烦 可是对方就是不生气也不计较 这让阮黎深深地意识到 男主不好对付 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看来这次必须上点强硬的手段才行 阮黎作为四殿下 轻轻松松就集结了一帮大使 可是在听说 是去教训二皇子的时候 几个人马上又怂了起来 阮黎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便主动说道 你们只管做 一旦出了什么事 都有本殿下担着 众人还是你忘忘了 我看看你 阮黎只好使出三十六级中的激将 怎么你们该不会怕 果然刚刚还犹豫为难的众人 一秒就变了脸色 不管是多大的男人 就不能听到这种话 争相开口 认识四殿下分词 阮黎看着对自己表决心的众人 满意一笑 对男人还得靠激将法 小恶透过画面看着这一切 也不由感叹 这一首激将 被阮黎玩得可真六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出发剧情的时刻 另一边二殿下阮山 正居惊慧神看书 突然感受到 周围草丛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声响 下一秒被阮黎买通的众人 便出现在阮山面前 四人将阮山团团围住 阮山不明白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便传来阮黎的声音 听说皇兄常年习武 所以今天带了几个人 特意过来讨教一番 话音刚落 阮黎便指挥四人动手 根本不给阮山拒绝的机会 只见四人从不同方向一起行动 即便二殿下武功高强 也双手难敌四拳 想法是美好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阮山仅仅只用一招 便快速解决战斗 随后脚尖轻点 便一跃而起 稳稳落在不远处 原地只留下受伤惨重的四人 阮山并未理会他们 神色严肃看向阮黎 现在四弟能和我好好说话吗 阮黎想过的不赢 但没想过会输得如此彻底 趁阮山没有防备之时 一个闪身便抱住他的大腿 使出吃奶的劲 狠狠咬了上去 阮山没想到会被偷袭 一脸痛涩看着小不敌 另外四个人 也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半死 连忙上前要将阮黎拉下来 而阮山正请与阮黎对视 被对方眼神中的怨恨所震惊 冷心冷情的二皇子殿下 唯独对四殿下关心包容 并扬言要等四殿下长大 阮黎作为时空任务者 从没见过这么难对付的男主 怒目而视之下 阮山十分震惊 四弟对自己竟有如此大的敌意 在众人的拉扯下 阮黎终于松开咬紧的牙关 只见被咬的地方早已渗出血迹 坐在地上的阮黎气势十足 两头望向阮山 即便你武功高强 比我大了几岁又怎样 我依然可以让你受伤 阮山丝毫不在意腿上的伤口 今天你带人故意来找我的麻烦 难道就不怕我告诉父皇吗 阮黎轻蔑转头 你最好现在就去 不远处的侍卫听到响动了 阮山清河 用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这里并未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是在与四弟闲聊而已 侍卫看着坐在地上 离清脸肿的几个人 和一副不服气的阮黎 二殿下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明显就不像没有事情的样子 将几名侍卫打发离开 阮山轻轻撇向几个帮凶 小菜鸡们浑身一捆 二殿下的气势 还是这么恐怖 阮山下一瞬间 便恢复成温文而言的模样 这次就先放过你了 再有下次定步轻饶 几个人一听没自己啥事连忙跑路 根本顾不上独自留下来的阮黎 阮黎本以为 阮山会趁此时没人的时候欺负回来 眼前却伸过来一只修长的手 语气温柔又耐心 你现在还小 况且没有练过我 即便再多找几个人 也打不过我 阮黎根本不接受 来自对方的好意 一巴掌拍落伸过来的手 转身便要离开 阮山清冷淡然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四弟 我等你长大 我们来一场真正的较量 我会等你光明正大的赢过我 阮黎独自走在花园内 心中十分气呢 做过这么多任务 第一次遇见这么难搞的男主 不论自己做什么 阮山都不生气不在意 还会反过来关心自己 小恶看着气急败坏的阮黎 还真是活久见 竟然能看见阮黎的这一面 看来阮小黎想要完成任务 还要继续努力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 阮山写好的春世文章 会莫名其妙地变成王八 而坐在前座 呼呼大睡的阮黎 手上偏偏还有梅干的墨迹 阮山在骑射场上正气于步伐 剑板突然被石头砸断 而不远处 总能看见阮黎的身影 兄弟二人是天生的死对头 二殿下却将自己 所有的温柔和偏爱 都留给了四殿下 春去秋来一年复一年 阮黎没有停过倒乱的步伐 却从未见阮山发过入生过气 只要是阮黎所做的事情 到了阮山这里 只有无尽的包容 阮山抬起头 看着空荡荡的座位 不知道四弟近几日都在做什么 为什么连续几日都不来上书堂 想到阮黎可能是生病 阮山不禁微微皱眉 不自觉透露出几分担忧 深夜房门被慢慢推开 阮黎盛着月光 浑身是伤摇摇晃晃走进屋 小恶很少见阮黎这么狠狈 没想到这个皇后这么狠心 连续几日 让大将军对阮小黎高强度训练 大将军作为皇后的哥哥 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半分 不过也能看出 皇后一族对阮黎的重视 小恶不停地碎碎念 而阮黎现在只想好好休息 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放松 阮黎每日早出晚归 归来时避天心伤 伺候的小丫鬟不禁吐槽 四殿下如此训练 身体难民瘦的 天天伤痕累累 早晚会坚持不住 丫鬟慢慢走远 却不知刚刚的话 全被有心人听取 阮山站在不远处不免担心 原来这几日 四弟是被皇后送去训练 才未去上书堂 也不知受了多重的伤 不多时 阮山的身影 便出现在太医院门口 刚要迈进 便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 善儿 这么晚你在此处做什么 喊住阮山的 正是其生母家皇贵妃 阮山自知生母不喜四弟 不想让母妃知晓自己心中所想 便随意找个借口故弄过去 而臣并未想做什么 只是碰巧路过这里 不曾想家皇贵妃声音瞬间拔高 路过 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来这里想做什么 就算你不说本宫也一清二楚 这几年 你一直在包庇纵容那个小狼崽子 现在她受伤 你就急着给送药 就连她名义上的母后都不在意 你倒好 想要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阮山没想到母妃什么都知道 本想替四弟便解 奈何家皇贵妃 根本不比她机会 原本严肃的脸上布满愁容 苦口婆心开口 母妃知道 你是将四殿下看作弟弟 可是你一直对她如此包容 她又是怎么对你 阮山回想近几年 阮黎对自己的所作所 一时正愣在原地 眼中逐渐失去光芒 四弟应该很讨厌我 不然怎么会一直与自己作对 家皇贵妃看出阮山情趣变化 为了让阮山 彻底斩断对阮黎的情感 不禁服而摇头撞作无奈 母妃与皇后本就水火不容 因此 你与四殿下注定不该有兄弟情谊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 竟然为了死对头欺骗母妃 那个小狼子子不会领你的情 还伤了母妃的心 在家皇贵妃一番表演下 阮山内心越来越愧疚 头也低得不能再低 家皇贵妃 一直暗暗观察阮山 看到阮山如此心中一喜 断不能让山儿 对那个小狼子子有一丝情意 在皇家中将是大忌 家皇贵妃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转身吩咐工人 将二殿下送回寝殿 并将人看好 近几日都不许再靠近太医院 明明只是名义上的弟弟 却将这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人 时刻放在心里 阮山深夜偷进太医院 为四弟拿药 为家皇贵妃禁足 不曾想一个没看住 便让二殿下溜走 不过看在世卫讨皇上 欢心的份上不计较也 另一边已经进入山林中的阮山 将所有随从短发离开 独阵一人前进寿礼 草丛中兮兮苏 苏传来一阵响动 应该是一只不错的猎物 阮山举起见瞄准 定睛一看 却是一只满身伤痕的白色小兽 阮山不禁一愣 脑海中居然浮现出 几年前偷看阮梨的画面 这个小兽同四弟一般 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 独自一人在角落里挺视伤口 阮山心中无味杂痰 四弟落 四忧愁 高高举起的剑 也慢慢放下 不知是因为小兽可怜 还是因为与四弟太过相相 下一秒又神色坚定 不知在心中下了什么决心 紧握手中僵绳 玉马快速离开 此时的宫中 一片混乱 御医们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生怕去晚 脑袋也跟着搬家 阮梨不慎在意 只要不是和自己有关的事情 那都不重要 然而不远处公寓的话 让阮梨离开的脚步顿住 听说是二殿下今日上山狩猎 突发心急 从脑上摔了下来 也不知伤得如何 第二日 上书堂内被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二殿下手臂摔伤还坚持上课 同窗均表示慰问和关心 阮山却没什么心思应付其他人 一抬眼 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见的人 阮山与阮梨两人四目相对 阮山本想说些什么 下一秒 阮梨便收回了视线看向别处 将阮山无视到底 面上没有丝毫变化 二殿下还能来上课 看来伤得不重 阮山见阮梨态度还是如此冷落 心中多少有点哀梦 不过阮山作为世界男主 哪有青年放弃的道理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 阮山叫住正要离取个阮梨 献宝一样 将总就准备好的药拿出 四弟 这是治疗外伤上好的高药 你这段时间训练总是受伤 正好可以涂抹 阮梨抬头望向阮山 语气冰冷 你这是在施舍我 还是在讽刺我 阮梨冷笑出声 你身为受宠的二殿下 受伤了就有无数御医为你诊治 可以使用最好的高药 而我这个不受宠的四殿下 受伤了没有任何人照 只能自己处理 想要御医院的高药 还要借你的光才能拿到 不是施舍又是什么 阮梨刻薄无情的话 字字砸在阮山心头 让阮山拿着高药的手 将在空中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是天生的死对头 阮山却将阮梨这个地底 放在了心肩上 阮山将上等的外伤药线宝一样 递到阮梨面前 本以为缺少药膏的阮梨 会欣然接受 没曾想遭到阮梨冷言冷语 阮山一手骨折被吊起 一手手捧药瓶 脸色十分难看 一副受伤的表情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既然是给四弟的药膏 那就放在这里 不管是扔是瘤 都由四弟处置 化落物流 阮山落寞转身离去 阮梨看着逐渐远去的背影 又用余光看了看桌上的药瓶 丝毫没有留恋 同样转身离开 视野 天空熙熙立立下着小雨 而阮梨则抱着 刚刚从太医院偷来的药 在雨中奔平 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阮梨连忙嘘声 一直在耳边叨叨不停地响了 以免被人发现 原来是太医院运医出来 收量在外面的几药 二人动作不停 嘴里还闲谈着 最近发生了蹊跷之事 要说这宫中进来的大事 那非二皇子莫属 就在前夜 二皇子不知为何原因 前来太医院取外伤药 被家皇贵妃发现 导致贵妃发了好大的火气 将二皇子禁足不得靠近这里 然而昨天二皇子 立九音心急复发 摔伤了手臂 家皇贵妃心疼自己的儿子 将太医院最好的外伤药取走 另一位太医听闻 忍不住开口 这你就觉得蹊跷了 还有更蹊跷的事情呢 借着久近 太医红着脸开口 其实二皇子的心急之症 早就痊愈 我亲自诊治不可能出错 要我看昨日摔下马 那是二皇子故意为之 我在不远处的阮梨 将二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块木棍 不知怎么掉落在阮梨脚边 太医瞬间警觉 什么人在那里 阮梨紧捂住嘴 防止发出一丝声音 而房檐上的一只黑猫 吸引了太医的注意 原来只是一只猫而已 阮梨逃过一紧 心中却因为刚刚听到的话 陷入沉思 不多时 阮梨出现在自己院中 经过多日严苛的训练 阮梨轻轻松松越过围墙 小鹅忍不住好奇 没想到这世上 还有这么少的人 竟然为了装病 故意将自己摔伤 阮梨明显不想 搭理恶居味的小鹅 摸着滴水的头发 其他事情与我无关 我现在要洗澡 小鹅看着突然黑屏的画面 再一次后悔 为什么要闲着美式升级系统 而应该在洗澡的阮梨 却出现在了赏书糖 伸出手广缓靠近白色药瓶 湿漉漉的阮梨手拿药瓶 不禁想到白日里 被自己拒绝的阮山 表情极可怜又难过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阮梨心中 不可控制的生根发芽 转眼第二天 军营中大将军 骑在高头大马上俯视着阮梨 这几日训练到此结束 四殿下回去 好生休息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再继续 阮梨捂着刚刚训练受伤的身体 冷汗直流 却只能点头同意 阮梨踏入马车中 再也坚持不住 猛地扑倒在车板上 身体瘫软无力 腹部却疼痛难忍 不过还好能休息半个月 可是受了如此重的伤 自己要是坚持不住 惊动御医自己的麻烦就大